天上忽然出现个绿球 紧接着无数怪物从球体中里走 更可怕的是 这个球体还有着99999的血量 但这血量却只有男主姜游能看见 可曾想 姜游早上还是个游走在街上的屌丝 他忽然视线模糊来到了医院眼科检查 医生却拿着他的报告一脸疑惑地问道 姜游你是不是挂错号了 看你唯米不振的样子 确定不是纵欲过度 得知姜游还是个单身狗后 医生才放下步履帮他检查 伴随着医生撑开姜游的眼睛 医生头顶出现一个提示 还有着18%的数值 姜游不由的猜想 这个如果是血条的话 18%那不就离死不远了 看着明明还挺精神的 难道就 还没等姜游往下想 就被医生一句你喝酒了吗打断 看着姜游又愣神 又自言自语的嘟囊 医生断定姜游不是喝醉了 就是从精神科跑出来的 然后他肯定地告诉姜游 他的眼睛没事 可他出来后还是看到 在走廊里人们头上的血条 他明白了 他这是获得了金手指系统 还治个毛的眼睛 回家研究怎么使用吧 可姜游不知道 他得到金手指是有契机的 就在同一地方的另一个时空里 这里正在遭受着怪物的入侵 走在路上的姜游忽然发现鞋带看 他俯身下去系鞋带时 耳边一阵断絮的声音传来 今晚要去吃什么 去吃火锅吧 姜游忽然一惊 明明是旁人在说话 怎么像是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声音 忽然一道怪异的光楼照在周围 繁华的街道已悄然消失 街道像死一样的寂静 只留下了呆愣在原地的姜游 他猛然抬头后 更可怕的一幕也出现在眼前 只见眼中一个不知是何物的东西 正向他飞奔而来 空中更是悬挂着 一个冒着蓝光的可怕球体 忽然一个穿着清凉的美女 从姜游的身后飞驰而骨 一刀斩下起一项姜游的怪物左脚 怪物血量也瞬间降为63% 相继怪物也开始从四面八方 同时出现的还有阻击怪物的勇士 可这无限产出怪物的绿球 却有着999999的血量 深渊降临 男人觉醒了神之眼 自此 他就能看到每个事物身上的血条 而且他的影子还从身体玻璃后复活了 因为同一地点的另一时空 正在被怪物入侵 此时的姜游走在繁华的街道 可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另一个时空的这里 已经发生了无数次的怪物入侵 灾变已经持续了99年 好不容易建起的安全之地 必须守护好 为了更好的保护这里的市民 寻叶斯正在急速招人 但还是赶不上怪物入侵的父母 获得特殊能力的姜游 却无意中进入到这里 他看到了无数怪物的入侵 还看到这里的人们正在和怪物战斗 在无数的怪物入侵下 城市到处都是残垣断壁 同样的位置在姜游所在世界里居士 车水马龙热闹非凡 似乎他刚刚所看到的一切都犹如梦境 他只是在马路中间站着睡着了 做了一个梦一样 忽然一只手拍了一下姜游的肩膀 姜游这才回来到自己的世界 拍他肩膀的是个卖药的三叔 姜游脱口而出 这城市都是怪物 你还有心思卖药 三叔以为遇到神经病扭头就走 姜游看到平静的四周 也尴尬的挠了挠头 自知诗里的他追上三叔 道歉后还入手了一瓶神油 可在回家的公交车上 姜游还在想一瓶神油三千 明摆着把自己当冤大头 那就别怪自己去告他 他正想的入神时 睁眼又是另外一个世界 这里死气沉沉看不到一点生机 可当姜游在扭头环看四周时 这里又恢复了过来 他都开始怀疑自己 是不是真的得了精神分裂症 胸口的疼痛又是怎么回事 难道要二次发育 今天发生一切诡异的事情 都困惑着姜游 不想啊 洗个澡睡一觉就应该没事了 洗完澡姜游才看到 自己胸口多了个熟悉的图案 这不是他早上翻找漫画时 无意中被画有相同图案的书砸到过吗 难道是他搞的鬼 想到这里 姜游身上的图案 开始不断地向外释放能量 灼热的疼痛让他直接直不起身 直到用凉水降温后才慢慢缓解 可此时却出现了更诡异的事情 他的影子却悄悄溜走 姜游上蹿下跳地开始寻找 可不管哪个角度光都照不出他的影子 过一会影子又开始显现在浴室的墙上 这他才放心了下来 可他转念一想今天发生这么多离奇的事 就算影子不见了也算正常 接着他就打开浴室的门准备回屋睡觉 可曾想 影子直接聚化成尸体站在姜游面前 姜游并不惊讶 因为他已经猜到了事情肯定没那么简单 但他和影子对视红 姜游的心脏再次开始传来灼热的疼痛 胸口的图案开始继续释放能量 难道又要发生什么了 男孩只因洗了个澡 影子就悄悄从他脚下溜走 并且还聚化成尸体站在他面前 他除了发亮的眼睛全身漆黑 就像午夜幽灵一样痴痴地看着姜游 姜游心想既然是自己的影子 那是不是也该听自己指挥 他颤颤巍巍地说了句抬起左手 果不其然影子听话地抬起了左手 为了再次确定姜游在让他抬起右肚 虽然影子的动作有些僵硬 但还是极力地抬起右肚 看到影子这么听话 姜游也开始过分起来 要不是是社会摇 影子不受控制地开始笨拙地摇摆 忽然姜游胸口发出耀眼的光芒 并从他胸口移动到头顶 随即弹出影子的控制面 姜游也是一脸猛逼 这货还能这么玩 看到影子的两个能力 姜游好奇地点了下影头 屏幕立即显示 你的影子因你而存在 他拥有你的所有记忆 与你的实体完全同步 能够完成你下达的任何简单指令 可影子不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 但给他下达锻炼的指令 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姜游蜅眼看了一下 还在社会摇的影子 心中还是充满疑问 姜游轻轻地一抬手 手就穿过了影子的身体 虽然影子没有独立思想 但看到姜游的行为也是充满了笔 姜游继续疑惑地询问 影子是否真的有他全部记忆 可曾想影子居然肯定地点了点头 姜游还是不敢相信 他立马转身寻找着什么 他的老六居然拿出了自己暑假作业 影子拿起笔就准备解题 看着影子可以拿起失误 好奇的姜游开始在影子头上乱戳 却像是戳在空气里没有任何阻力 可影子却只写了个解字 就停下了手中的笔 姜游破口大骂 狗屁拥有我的全部记忆 我一分钟就能解的题你却不会 但姜游转念一想 他只能完成简单指令 是不是这题太难了 于是他让影子默写一遍马破仓群 想不到影子竟下笔不飞 分分钟就默写了出来 姜游兴奋不已 以后他读书影子抄袭 那不是赚翻了 影童就这么厉害 那影视是不是更厉害了 想到这里 姜游不自觉地就点了上去 屏幕立马显示 你可以从一切暗中汲取影点增强自身 或将死物分解汲取影点 看完姜游就开始双手向下 尝试着发动影视 可直至手抽筋 也未见周围发生任何变化 满脸尴尬的他心想 怎么就不给配个说明书参考参考 此时影童界面提示 你的双眼发生了未知变化 发动此能力可以看到世界的暗影 并选择观察或进入其中 将由联想到他看到的那些怪物 可能就无意间触发了影子 思绪到了这里 他又突发奇想 他让影子给他做几个俯卧撑看看 此时走过来的影子正在发生着变化 全身散发着阴气 他趴下做俯卧撑时 身体开始慢慢钻进了地板里 直至全部钻进去消失不见 男孩只因洗了个澡 影子就自己跑了出来 只要男孩命令他不但能跳舞 复杂的数学题也不在话下 可将由让他做个俯卧撑看一下 他直接钻进了地板 将由找遍了房子的每个角落 都不见他的踪影 过了一会后 他又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 在将由的询问下 他写出了 暗面俯卧撑 将由在影子的解释下才明白 影子在暗面锻炼会事半功倍 于是他向影子摆摆手 让他继续去锻炼 得到受益的影子 一溜烟又钻进了地板 将由则继续来到电脑前 完成他热血慢的心翻 转眼就到了早上 将由也早已趴在桌上睡着了 直至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把他从美梦中吵醒 原来是将由的青梅竹马 兼同班同学陆瑶瑶 看到陆瑶瑶头上少了那么多的血量 将由不由的一惊 看到墙上的挂力 他才反应过来 原来是到日子了 陆瑶瑶不但是将由的青梅竹马 还是他热血慢的死忠粉 此次前来就是想第一个 看新翻的设定集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 将由的关门声 把他吓得跳了起来 陆瑶瑶转身大骂 就算不想给我看 也没必要摔门吧 可他们都没注意 门框上的墙体已经开裂 将由也大吃一惊 他也没用力怎么会这么重 此时的陆瑶瑶满脸的不可思议 他发现将由全身 都是结实的剑子肉 他立马追问将由 是不是背着他健身了 可转念一想 昨天他才见到过这个死宅 也不可能一夜 就练出这么完美的肌肉 可这手感又是那么的真实 福尔摩斯上线的陆瑶瑶断定 真相只有一个 将由嗑药了 男孩只因洗了个澡 影子就自己跑了出来 只要男孩命令 他不但能跳 复杂的数学题也不在话下 更牛叉的是 他在暗面锻炼后 会把成果反馈给男孩 仅仅用了一夜 就让男孩从死宅 变成肌肉猛烂 这肉眼可见的变化 让青梅竹马的陆瑶瑶认为 将由是嗑了药 将由立马心虚地解释 自己只是近来 再稍微加强了锻炼 陆瑶瑶掀起 将由的衣衫质问道 稍微锻炼就能出八块腹肌 看着眼前的腹肌 陆瑶瑶继续娇羞地劝紧 将由有些东西绝对不能碰 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将由却不耐烦地小声说道 闭嘴巴 小嘴巴巴的 将由还没嘟闹完 陆瑶瑶的手就已经来到他面前 一个破肩摔 就把将由压到身下 看到陆瑶瑶反手掏东西的动作 感觉不妙的将由大吼道 你可不要掏出什么杀伤新武器啊 此时陆瑶瑶已经从腰间掏出一个手盘 顺势就带到将由的手上 迭动 这是测试污染指数的仪器 原来击杀一种 吞服异物 新生怨念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污染 不及时清除就会导致堕化和异化 陆瑶瑶也是看过父亲处理过类似的案件 从中学到了这些知识 将由心想自己的能力来自于胸前的手侧 这能有啥污染 不曾想 身体正在发生着异样的反应 检测树脂也在一路飙升 再回头看到陆瑶瑶正期待地拿着枪看着自己 为了不让陆瑶瑶一枪崩了自己 将由努力地压制体内的力量 树脂也慢慢降了下来回到正常值 看到江由正常后 陆瑶瑶满脸失望地在一旁把玩着枪 惊魂未定的江由弱弱地问道 你刚刚怎么就拔枪了 这时陆瑶瑶才收起枪 我爹教的 凡事都要谨慎一些 为了分散陆瑶瑶的注意力 江由立即提出给陆瑶瑶看他的心脉 陆瑶瑶瞬间切换成小迷昧模式 激动地催促江由去给他拿 直至送走他后 放松下来的江由直接瘫软在了床上 江由为了弄清突然出现的八块腹肌 他点开了系统 信息也随之弹出 影视发动 初次吸收影点 你的影子变强了 接着切换到影子锻炼的画面 锻炼中臂力加一 影视发动中影点加一 看着还在上升的属性点 江由不由地佩服一直在锻炼的影子 江由没法向陆瑶瑶解释 自己之所以能从戏狗变成猛男 全得异于影子在暗面里帮他锻炼 所以江由只能拿出新翻漫画手稿 这才分散了女神陆瑶瑶的注意力 两人在房间研究了几个小时的漫画后 陆瑶瑶才被江由打发离开 陆瑶瑶走后 江由从暗面召唤出影子 先是肯定了影子昨晚的锻炼 然后以主人的口吻说道 仅有俯卧称还是不够 我们还得再增加些难度 影子不但没有反抗 而且还表现得异常兴奋 看到影子的表现江由也放下了故意 他开始发布命令 先来一组团身俯卧称 单手倒立二支俯卧称 倒立虎扑俯卧称 江由看到影子都能轻松完成 震惊之余他继续加码 再来一组额挺俯卧称 人体旗帜 手枪腿深蹲和蜘蛛人爬行 听到江由这些高难度的锻炼姿势 门口偷听的陆瑶瑶都想一起探讨 知道江由真的在锻炼后 陆瑶瑶还未怀疑他而感到惭愧 可他又怎么会想到 江由是个看着影子锻炼而坐收成果的老六 一天下来效果显度 肌肉又涨了一圈 江由立马出门测试 虽然他在影子锻炼时没啥感觉 但身体却涌出不可思议的力量 现在的他甚至一拳能打死陆瑶瑶 但江由还是给自己加油打气 明天起必须努力不能光靠影子 可隔天却是影子在锻炼 江由则抱着手机玩了一天 到了晚上睡觉时江由惭愧的觉得 日子不能就这样安逸下去 获得超凡能力的自己应该更加努力 可第二天 本打算打一把游戏就去锻炼的江由又忘记了时间 晚上江由又开始进入了反思 打铁还需本身意 自己又怎能就此躺平了 隔天他真的做出了改变 他主动做了十个俯卧撑后就开始想 影子锻炼我想服 我每天增加一点就是进度 几天下来江由发现影点的增长速度好慢 现在才攒到八点 照着速度那要等猴年马月才能开启胃骨 江由意识到自己在颓废下去 即使获得超凡能力也将是个庸人 为了提升影点尽快打开胃隔 他决定去暗面修炼 刚进入暗面 里面好像是深不见底的深渊 充满了未知的恐惧 但将由缓缓睁开眼后发现 暗面里居然和他的房间一模一样 就只是更暗一点而已 男孩第一次进入地下万物室宇 本以为会有许多药物鬼 我和这里出了暗血 和他的房间并不一样 外面一世 就只是原本的城市 造上了一股鬼屋的阴森 这阴森的城市反而勾起江由的好奇 他准备走错小区看了 可原本走错大门的他 却莫名地回到小区里 想不到在这里 自己房间和小区都走不去 江由意识到 每次进入暗面都有空间限制 江由只能回到现实世界走错小区 再重新进入暗面 走在街道上的江由完全被察觉 有一个动静在注视着他 忽然他急速想江由飞奔而去 江由高兴地因为是影子来接他 和他回头去谈讨 暗血流亚的话 正加的是大门的小区 江由再停止一看 让你从手后发出可以生死的脊髓截 用手则是散发着鬼一波滑的死神领导 这种转身怪我的领导已经披下江由 江由会爬着堵牌 可怪我却不给江由喘息的钱 这是果敢且干恋的女神最纠结的一次 她可以再怀疑我科药试果断拔我擒纳 再怀疑我感染医便试果断拔枪上榜 但在一个月后的无考她却开始犹豫不决 自打在便开始 怪物入侵 热血青年都纷纷加入寻业司抵御怪物 竟然好多职业都不在吃香 文艺工作者更成为了社会底层 只有像寻业司这种在最前线的人才备受关注 成为了博明心中的迷信 受到大家的追捧和敬仰 而进入寻业司就必须通过无考 通过无考也就意味着你的人生将变得不再频繁 可陆瑶瑶却告诉江由他不想参加无考 此话一出也震惊到了江由 可想到自己的梦想 陆瑶瑶却咬着嘴唇委屈地说不出话来 最后鼓足了勇气才断断续续地小声说出 我 我 我其实想学音乐 江由虽然有些惊讶但还是平静地说道 想学就学呗 难道陆叔不同意 可心里确实在想 不同意也情有可疑 毕竟陆叔可是寻业司高层 这不就相当于一个不务正业的官二代吗 可陆瑶瑶的一句不是他不同意 确实把江由整不会了 但陆瑶瑶接下来的话让他更震惊 你不要跟别人说 政策变了 寻业司压力越来越大 今年只要资质达标任何人必须参加无考 这也就不难理解陆瑶瑶为什么这么担心 比他的资质那是百分百得去啊 可此时更担心的却变成江由了 那天陆瑶瑶拿出个小仪器 检测他的感染指数都滴滴滴响得不停 那寻业司那么精力的仪器检测 他肯定就被当场不脱了 江由心想不会被这不靠谱的小手册 把自己整到一种阵营去了 江由灵机一动就把注意打到了陆瑶瑶身上 对了 上次你那个探测器能用来预防一种吗 可答案是否定的 他就只能用来探测异能和超凡者 看来从陆瑶瑶那里搞个遗弃的计划失败 不过江由倒对超凡者产生了兴趣 可此时陆瑶瑶却已经帮江由处理好伤口准备回家 江由立即叫住他 并向他寻找关于一种和超凡者的基础书籍 看到这个若姬居然对这些书籍这么感兴趣 反而勾起了陆瑶瑶的好奇心 这是个特殊的眼睛 带上他 发不瞬间把你拉入另外一个世界 一个未知且充满着变异怪物的世界 就在刚刚江由从陆瑶瑶那里得知 一定会出现变异结果 到时候寻业撕毁 毫不犹豫地把他当作一种就地处决 江由只能寄希望 陆瑶瑶在寻业司高层的父亲 希望他家有相关于一种和超凡者的书籍 提前恶补一下或者还有一线生机 在江由的请求下陆瑶瑶把他带回了家 陆瑶瑶让江由待在自己的房间 他去父亲的房间给江由拿资料 江由目光忽然被床上的一本漫画书所吸引 江由拿起疑惑地问道 缘分的天空 这是讲兄妹恋的漫画吧 你居然看这个 陆瑶瑶过来一把强迫书说道 我朋友落着我这里了 我才没看 陆瑶瑶连走前还反复嘱咐江由 老实坐着别乱动他的东西 陆瑶瑶走后江由打量着他的房间 床头的玩偶小熊 粉红色包包和台灯 放在角落的吉他 还有他看的漫画书 江由才意识到 陆瑶瑶也是个含苞待放的少女 她的果敢坚强 或者是在这大灾之年的武装 或是作为寻夜司高层的女儿身不由己 江由按下身旁的录音机 动人的旋律随之而出 他的思绪瞬间被拉回到过去 他们儿时的画面 像幻灯片一样一点点闪过 不经意间他们已长大 残酷的现实 已经让他们再也回不到过去的美好 陆瑶瑶的开门声 把江由拉回了现实 他擦去了眼角泛起的泪滑 却被陆瑶瑶来了个灵魂拷问 江由只有尴尬地笑了笑 陆瑶瑶把一个VR眼镜丢给了江由 所有资料都在里面 他让江由自己看 江由戴上眼睛后 系统界面瞬间显现 忽然他一个失重 身体就像被某种力量拖进了深渊 他缓缓睁开眼 发现自己悬浮在秘境半空 我去 这里就是深渊吗 这VR也太真实了吧 此时一个个系统声音响起 深渊未知的领域 四处充满了禁忌和危险 是大灾变的根源所在 而一种就诞生于这片诡秘的空间 它们残忍 是杀 不断吞噬毁灭我们的世界 江由看着眼前的一种 这些不就和他那天医院门口 看到的一样吗 原来在江由所在的世界和深渊之间 有这个阴影层的立面 也称为暗面 它就是现实世界的投影 深渊裂缝开启前 一种是通过阴影层潜入现实 尽管出入口都被寻夜司牢牢把控 但依旧存在漏网之余 阴影层也会每隔一个月进行重置 完全复刻现实世界的场景 此时一种也会大量增多 需要及时清理 考虑到阴影层会大幅度 削弱人类的战斗力 所以不建议四阶以下的强者到这里 况且阴影层的可视范围只有三至五米 只有随着实力提升才会增加视野 阴影层里还存在着大量污染 人类长时间处于其中可能会沦为一种 要想对付一种 就必须掌控可以匹敌一种的力量 成为超凡者 男孩第一次给女孩抚摸自己的腹肌 殊不知女孩的父亲 已经在门口满脸杀意地盯着他 这刀人的眼神根本藏不住 就在刚刚 姜游在VR眼镜里看到了炫酷的超凡者 他嘴角流下不争气的泪水 同时也暗自发誓自己也要成为超凡者 可超凡者本质上是拥有人类身躯的一种 掌握力量的同时也会被力量所侵蚀 他们无时无刻都在和污染异化对抗 以至于死后有大概率一种化 为了死后不成为一种 同时也为了守护超凡者的荣誉 所以超凡者在意识到自己无法生还时 他们会耗尽自己的力量 看到这一切的姜游无比震惊 原来眼前的安逸都是超凡者用生命换了 就算姜游拿下了VR眼镜 可心情还是久久不能平复 看着满脸错愕的姜游 陆瑶瑶本想上前安抚一下他 可姜游却扭扭脖子说道 过来给鸽锤锤背 什么你再说一遍 吓得姜游立马说道 三张原话超清 内容拟定 陆瑶瑶立马闪现来到姜游身后 娇羞地说道 成娇 可他按上去发现姜游脖子都练出了肌肉 姜游骄傲地说道腹肌更腻 说着就站了起来 让陆瑶瑶试试手感 忽然陆瑶瑶的房门被打开 门口赫然站着陆瑶瑶的父亲 他脸色阴沉 手上青筋抱起 拳头捏得滋滋作响 虽然他没有直接捶死姜游 可直至吃饭他都全程黑着脸 姜游不敢跟他对视 只是心虚地偷瞄了一下陆瑶瑶的父亲 却看到陆爸爸正恶恶地盯着他 不知何时就会哭过来把自己撕碎 陆瑶瑶赶忙给父亲加财 爸你误会了 显然陆爸并不相信 我误会 亲眼看到的还能有错 陆瑶瑶立马指着姜游吼道 姜游你倒是说两句啊 姜游端起酒杯却蹦出一句 爸 不不不 不是 陆叔一切尽在不言中 我自罚三杯 然后边喝边嘟囔道 我干了 你们随意 此话一出陆爸开始怒火中烧 再次露出刀人的眼神 接着就起身扑向姜游 好小子你胆真是肥了 我的刀呢 两个破衣啰嗦的小孩 正可怜兮兮的在路边乞讨 但谁能想到 他们一个是吃喝不愁的混饰小魔王 另一个更是妥妥的官二代附加千金 可知书达理的陆瑶瑶 从小就喜欢跟着姜游这个坏孩子一起玩 甚至不惜自毁形象的跟姜游比尿尿 虽说姜游是那么的不靠悟 但只要陆瑶瑶受欺负 不管对方多大祸几个人 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跟他们拼命 自此姜游就俘获了陆瑶瑶的芳心 可姜游带着他闯祸的速度 已经超出了父母防范的速度 所以陆爸是绝不允许他女儿和姜游同流合污 陆爸一直防着自家的白菜被姜游拱了 所以看到自己女儿孤男寡女和姜游共处一室 女儿还在抚摸着姜游的腹肌 所以陆爸才怒火中烧想到了姜游 奈何他又是个女儿呢 在陆瑶瑶面前他完全没了脾气 一切怒火只能撒向姜游 说我回来时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姜游像个放了错的小孩立马举手 道道 看关于一种和超凡者的资料 陆爸又把目光看向女儿 看到女儿俏皮的回答时候 陆爸的情绪才慢慢缓和了下来 看把你给惯的 接着陆爸又一脸严肃的说道 小姜啊 你知道为什么不让你们学生提前接触超凡者吗 不如其来的问题让姜游应接不暇 步不太清楚 人心有意 自生成邪 绝望能将人拖入深渊 并非所有人的意志都足够强大 哪怕心中生出一点缝隙 都可能给一种可乘之机 所以要在正式五考考前进行资质测试 只有身躯和意志都达标的人 才有能力接触到超凡世界 超凡之路一步一砍凶险异常 即便有一气辅助治疗 19年年都有人陷入失控 所以我不建议你过早了解这些 你能明白吗 姜游知道陆爸是关心自己后立马倒血 可今年统一五考自己并不想逃避 陆爸看到姜游的表现也是深感兴晕 本想好好教导一下这小孩 可以通紧急电话 让他不得不立即赶回巡叶司 临走他也不忘嘱咐道 姜游你给我老实点 再让我发现我就把你抓回巡叶司 姜游拍着胸脯表示 放心吧陆叔 我和姚姚不会再做任何出格的事 气得一旁的陆姚要差点吐出一口老血 你故意的吧 什么叫咱 之前我们也没做什么呀 小女孩屡起裙子就要去和男孩比赛 看谁尿得更远 但这还不是他们干得最离谱的事 更离谱的是男孩还带着女孩扮成乞丐 拿着破碗沿街乞讨 以至于女孩的爸爸要棒打鸳鸯 极力阻止他们在一起 被训斥后的姜游 本打算来超市逛逛放松一下 可想到自己本想多看点关于一种资料 但才看了点基础知识就被陆爸发现 按陆爸的性格 以后只怕都看不到 想到这里姜游不由地叹气了气 不会做饭的他手中也不知何时多了评价 直至口袋里的电话铃声响起 姜游才从思绪中走出来 死姜游 帮我带一盒鸡蛋一盒牛奶 还有还有 算了就这些吧 姜游自觉地走到卖户里物品的货柜开始寻找 姜游心想不就让我带两包姨妈金吗 这有啥不好意思呢 可姜游走出超市回家时 看到到处都是寻夜思招募和抗议种宣承 不安的情绪赫然涌上心痛 再联想到今年无考还强制扩大招生数量 姜游不由地抬头看向了天空 这灰蒙诡异的天空 更让姜游觉得这世界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即将发生 他挥挥手案子说道 热血男儿可不能坐以待毙 他左顾右盼地观察后发现四周没人 姜游立即在原地就发动了暗面 与其去担心未来要发生的事情 何不现在就加强修炼防范于未然 可姜游刚进入暗面 一个标有14%的血条就赫然出现在他面前 姜游立马做好战斗准备大声喊道 谁 是谁在这里 忽然一个人从角落缓缓走出来 他满身窟窿还在往外流血 血量也仅仅剩下了14% 瞳孔也变得阴森并有着黑色雾气 看清来人后 姜游下意识地往后跳了一步 他不由地好奇邻居哥哥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不然他就体力不支在姜游面前倒了下去 姜游才看到他的身后 还有着两个小孩 而且有个怪物正向他们缓缓靠近 走到跟前 姜游发现这个怪物就是他跟战斗过那只 只是血量变成了24% 5岁的哥哥抱着6岁的妹妹 他们正在等待着死亡 因为保护他们的大哥哥已经倒下 怪物正缓缓靠近准备享用这两小点心 可刚刚在这里一切还都那么平静 男人正下班回家 边走边抱怨 本想着寻夜思的文质待遇好又轻松 结果天天加班 忽然被不远处的救命声拉回了思绪 定睛一看 是两个小孩正被黑色的大手拖向深渊 男人直接被惊得呆愣在原地 是一种 他在将人拉向暗面 可都是一种从暗面偷跑出来破坏 将人拉进去的情况闻所为我 看着马上就被拖进去的孩子 男人直接弹射起步冲向他们 在最后关头拉住了他们的手 奈何怪物的力量太大 他也被慢慢地拉了进去 男人心想 完了自己也被拖进来了 自己特么是个蚊子还是个下了班的蚊子 他们虽然像穿过了长长的隧道 可到达的地方只是同一地点的另一个时空 也叫暗面 到这里防污染设备武器什么的都没带 就无异于来送死 没等男人多想 一根布满杀气的触手就已经向他们袭来 顾荣芬说男人下意识地就站在了孩子的前面 保护平民是荀叶斯的职责 是刻在骨子里的使命 他一脚踢断了袭来的触手 再一脚再踢碎了怪物的力章 怪物因为手占失利 暂时消失在这黑暗的空间里 天真的小孩还在好奇地抚摸着怪物被打落的触手 殊不知他们来时的裂缝已经消失 这也意味着他们回不去 男人很清楚这里四处都是一种 他们随时都会发动攻击 作为文职的他本就战斗力不高 况且还有两个需要保护的孩子 更老火的是 俩孩子现在正在哭闹着要找妈妈 男人只有先按下手环的紧急键 发出求救信号后 寄希望于救援快点到 因为手环可以定位 还可以暂时抵御这里的巫人 他把手环给了俩孩子 并安慰道 哥哥会想办法带你们回家 可男人清楚他是出不去了 孩子能不能活下来就只有听天由命 他把两个孩子带到了隐蔽的角落 自己则作为幼儿引开怪物 尽量帮他们争取救援时间 此时怪物已经恢复如初 正急速地再向他冲来 两小孩被黑色的大手扣入深渊 男人看到后毫不犹豫地也跟了上去 他们被带到了另一时空 这里早已被变异的灼气污染 更可怕的是这里还怪物横行 男人把唯一能得到救援 和抵御灼气的手还给了孩子 作为巡夜斯文员的他决定货命一搏 男人叫林峰 18岁时通过武考进入了大学超能系武科 他从大一开始就努力夯视基础 盼望着有一天能成为一名战斗人员 大二是在老师的指导下 击败了一只不入阶的义者 可在超凡世界 努力在天赋面前根本不知一体 即便林峰听尽全力 但最终还是未能突破制 不得已他只能从武科转到文科 成为了一名普普通通的巡夜斯文员 可命运总是这么爱开玩笑 今天他这个文员 却来到本来一辈子也不用触及的案例 他还得在没有任何防护 和武器的情况下和怪物战斗 四人员 四只行走 伴兽类形态 是一阶中卫的杂碎 林峰突然看到怪物口中 还有没吃完的肉 他不由的意境 难道已经有人遭了他的毒手 不容他多想 怪物吐出了口中的剩肉 蓄力冲向了林峰 为此林峰也做好了充分准备 他把重心转移到左脚 用尽全力一拳 封向怪物的脸 怪物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一拳 打个嗷嗷乱讲 很好 这熟悉的感觉回来了 就在林峰感觉良好 是忽然满脸不可思议 不容思索 怪物隐藏着的大手 已经结结实实 打在了林峰的胸前 可恶本想避开的 脑子转过来了身体 却跟不上 怪物根本不给林峰喘息的机会 怪物这镰刀快速劈向林峰 面对怪物无差别攻击 林峰只能左右 腾挪极力地躲闪 即便发现怪物攻击时的破绽 也因身体跟不上无法反击 就光是躲闪林峰 身体也开始慢慢变肿 身上像扎了无数根小针一样疼痛 林峰尽量和怪物拉开距离 然后环绕着他跑动 寻找出手机会 他得速战速决 越拖下去越对自己不利 在找到合适的出手机会后 林峰开始蓄力 阴影者的力量 致盲 逆补暗夜之力 开始从拳头释放出来 成败与否就此一意 这个男人是真的倒霉 15岁时目睹的亲人 都被一主杀害 18岁起零后选择了无考 进入超能系的 他付出了比别人多十倍的努力 可资质平庸的 他再怎么拼命也突破不了 大二结束时 20岁的他被强制从战斗班踢出 不得不弃武从文的 他在寻夜司找到个文职的工作 但加完一天搬回家时 居然让他碰到怪物 冲破暗面来撸小孩 处于职业本能 他不加思索就冲了上去 因为没有武器和防护装备 在这重度感染的暗面里 他吃尽了苦头 而怪物却是如鱼得手 越战越远 逼得林峰不得不冒着变异的风险 跳到半空 发动暗影者的力量 暗影之力狠狠打在怪物脸上 直接把他轰向了地面 可超能者每发动一次能力 都会导致污染 加之是在被污染的暗面发动能力 林峰现在已经是重度污染 他现在呼出的空气 都已经变成了灼气 没给他喘息的惊 怪物就已经再次咆哮地冲向他 虽然像林峰这种意志力薄弱且低自制者 是绝对不能多次使用能力 但今天不玩命是不行了 林峰只能不顾后果地冲了上去 结果却是林峰被怪物 结结实实击中了凶部 一击就让林峰翻滚地 飞出了数米远 此时林峰再次陷入被动 怪物已经完全适应了他的能力 眼前不过是一阶中卫的怪物 随便一个战斗系的学生 都可以将他单手灭杀 可他却生生把林峰逼入绝境 这或许就是天赋的差距 即便知道赢不了 身为寻夜司的他也没退缩办法 更何况他身后还有着两个小孩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拖住怪物 祈祷其他寻夜司能尽快打来 可伴随着黑夜里一股鲜血喷涌而出 林峰的左肩直接被怪物的触手贯穿 紧接着怪物一用力 林峰就被狠狠地砸向了地面 林峰开始觉得视线慢慢模糊 这是要死了吗 往事就像破碎了的画面 一个个出现在脑海里 人类和怪物抗争的百年 并不是像宣传的那样祥和安宁 有的只是节节败退 当乌云将太阳遮蔽 谁人又能看到希望 死亡不正是超凡者的常态吗 忽然林峰已经拿出一颗蓝色药丸放进了嘴 瞬间瞳孔的颜色骤变 一股黑蓝色的力量从中迸发出来 林峰冷哼道 就算死也得拉个垫背的 接着力量遍布全身 身体被蓝色气势包补 和怪物的红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砸碎 第二回合开始了 男人洗了的澡后影子就悄悄跑了出来 自此他就可以进入影子的世界里修炼 他还在里面找到个陪练的怪物 可他这天进来却发现 怪物的血量变成了24% 暗面里还多了两个小孩 和一个奄奄一息的邻居哥哥 因为就在刚刚为了保护这两小孩 身为寻夜思的林峰 不顾自身安慰吞下了蓝色药丸 瞬间爆发出可以跟怪物抗衡的力量 怪物看到倒下的林峰再次站了起来 瞬间暴怒挥舞着镰刀就冲向林峰 林峰在药物的作用下 力量和速度都得到极大提升 他越起一个飞踢就狠狠踢在怪物脸上 强大的力量直接让怪物原地起背 就在怪物飞出的同时 林峰把这股力量附着在拳头上 接着雨点般的拳头就落在了怪物脸 打得他毫无招架能力 林峰明显地感觉到药物带来力量的同时 身体的侵蚀也越来越严重 坚持 再坚持一会就能解决他 可他手上的力量也逐渐消失 攻击速度也越来越慢 反而身体却越来越重 视线也开始慢慢模糊 隐约中看到怪物正扑向他 接着他就被怪物狠狠一拳打飞了出去 因为他已经没有一丝力气躲闪了 看不见了 结果还是被自己的能力反噬 连嗑药都赢不了我真是弱爆 结束了 我平凡又无聊的一声 就在他准备接受死亡时 忽然一个声音传入林峰的耳朵 尼玛的小宅主 你不在小区门口怎么跑着来了 寻叶斯 不对 声音太年轻而且说话方式也不像 超凡者 更不可能了 暗面门口被寻叶斯牢牢把着 正常人根本进不来 就在林峰还在疑问这人是谁时 姜游已经走到了他的身边 并把他扶到一旁 姜游握紧拳头自信地说道 你先休息一会这里就交给我 林峰还在想 姜游肯定是某个神秘的强者 可疼想怪物紧紧一拳 就把姜游揍飞了出去 林峰看到飞出数米远的姜游 他就像被万围击中一般 好 好弱呀 看到林峰还能动他 怪物的镰刀再次劈向他 忽然一个大手掌凭空出现 肯肯地抽在了怪物的脸上 这下是真结实 怪物的血量直接从24%变成了23% 小崽者 你的对手是我 老虎不发为你真的把我当成Hello Kitty 这个男人是真的头体 拿着个酱油瓶子就要去跟怪物干掉 怪物看到自己被摇 视野是率先发起了攻击 有一个侧身轻松躲过 在这一瞬间他已经抄起了酱油瓶子 倒着怪物的脑袋就狠狠地砸了下去 酱油瓶子也是碎剩了半截 但伤害并不高 此时怪物的镰刀已经悬在酱油的头顶 就在镰刀落下的瞬间 酱油一个瞬移来到了怪物身后 画屏围刀对着怪物腰子就一顿猛刺 被激怒的怪物 发起了更猛烈的反击 可和他战斗过多次的酱油 早就摸清了他的攻击套 每次攻击都可以轻松躲开 还能在怪物攻击的空隙发动反击 用瓶子猛刺怪物的腰子 看得一旁的凌风一脸猛低 不知该说酱油是厉害还是弱鸡 说他厉害把他有权无章法 而且还造不出实质性伤害 说他菜把怪物不仅打不中他 还被他压着打 逼得怪物不得不跟他拉开距离 正在此时 姜油抓住了怪物后退的空袋 准备给他致命一击 可他在攻击时却忘记了防守 就在他靠近时 怪物的尾巴就结结实实打在了他的胸口 直接把姜油击飞了数米远后 狠狠地砸在墙上 太大意了 老是攻击他腰子他已经有了防备 看着迎面攻来的怪物 姜油陷入了两天 怎么办 再挨两下我就死了 保稳的话 我可以先逃出暗面过两天恢复了 再来收拾他 但这样的话他们准死 见死不救可不是我的风格 最后姜油选择殊死一搏 他就剩20%血了我怕个球 就在姜油要去跟怪物硬钢时 凌峰叫住了他 他右侧肋骨处受伤严重 潮纳攻击 收到凌峰的提醒后 姜油提高了速度 怪物每次攻击姜油 他都是扑了个空 而姜油却像个魅影一样 在怪物旁边左右游走 只要逮到空隙就捅他右侧的腰子 几回合后 怪物的血量就降到了18% 怪物眼看自己就要被姜油耗死 对 快快快 他要去回血 此时怪物已经来到了两个小孩的身边 并且堆着两个小孩张开了血盆大脑 两小孩马上就要沦为怪物的典型 孩子已经绝望地闭上眼睛等待着死亡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姜油两手青筋抱起开始猛的蓄力 然后拿出了个未开封的饮料瓶 姜油用出了吃奶的力气扔向怪物 饮料瓶像子弹一样划破了寂静的夜空 静直飞向怪物 瓶子划过空气的声音 却惊动了正准备干饭的怪物 再要击中怪物的瞬间被他抬头给躲开 凌峰见状根本顾不上身体的疼痛 他用尽最后一次力气跳到空中 即便左脚已经90度弯曲 他以身为毛右脚为枪 给你全力狠狠砸向怪物 在创伤怪物的同时 凌峰也像坠物一样静直地落了下去 他和怪物都同时口吐黑血 凌峰以杀敌800自损1000的方式 把怪物的血量从18%打到15% 同时也把注意力吸引到他身上 怪物把血盆大口已经对准他 就在怪物的大口靠近凌峰的瞬间 一双手出现紧紧抱住了怪物 是姜游及时赶到 他露出了邪魅一笑 然后一嘴咬在了怪物的肩膀上 既然你那么爱咬人 我今天就咬死你 瞬间让怪物掉血1% 还有抓住怪物的头发狠狠砸向地面 姜游骑到怪物的背上就开始疯狂输出 一种是吧 吃人是吧 老子让你吃 看我不把你打得血狗叫 怪物的血条也是肉眼可见的在减少 在姜游击打数拳后 怪物背后慢慢显现出一个发光的球体 球体就像一坨燃烧的火焰 姜游猜测这就是怪物的力量之源 他化全为掌 以雷霆之势狠狠插入怪物的内核 就在手掌插入的瞬间 一股强大的力量就从内核泄出 力量眨眼间就遍布了四周 周围的物体在这股力量的作用下 也开始慢慢浮起 同时怪物就像气球一样迅速膨胀 直接承受不住这股力量爆裂开来 暗面再次回复了寂静 只有残余的力量还在悬浮着物体 伴随着力量逐渐消失 物体也随之坠落 胜利的姜游骄傲地转头看向凌风他们 可他们在刚刚力量的作用下 已经完全陷入昏迷 忽然姜游也开始视线模糊 身体的力量就像被瞬间抽走一般 蓝孩一觉醒来 周围火光四起视横变 他赖以生存的城市到可欧生 宛如一幅人间炼云 还没等姜游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成千上万之一种已经围到了他身边 看着眼前的食物 他们纷纷都伸出了锋利的爪 瞬间都攻向了姜游 似乎要把姜游撕成碎片一半 姜游不由的感慨 高悬的太阳 世界的暗面 如履薄冰的超凡 残缺的版图 微弱的星火 有人在灯红酒绿中喧嚣 有人在暗影出呐喊 沉默着的 拼杀着的 顾去了的 这就是一变后的大周 才长成的我们也就此陨落 喂 还活着吗 醒醒快醒醒 在灵风的呼唤下 姜游才从昏迷中清醒过来 醒来的姜游庆幸到 自己从斩杀怪物就失去了意识 还活着 还好那只是梦 他手指对着怪物的脑袋开始发动 是 怪物的身体化成一股黑雾 慢慢融入姜游的身体 顾名所以的灵风还在喊道 喂你没事吧 怎么不说话 直至姜游给出反应后 灵风才放心了下来 可他却不知道自己头上血条 已是岌岌可危 70%还是轻伤 50%属于伤势较重 30%就是重伤了 像灵风这样 10%则属于冰死状态 大概能救活的概率在三成 如果5% 那就只能留灵中一眼了 他俩搀扶着来到墙角坐下 灵风首先开口问道 兄弟你不是巡夜司的吧 姜游不由的好奇 他们同一栋楼居然没认出他 可想到他因为异能使用过去 以至于现在看不见 认不出自己也正常 不是 果然不是 我就说骂 打一个一阶异能都这么费钱 这么菜肯定不是巡夜人 姜游一脸无语 这家伙会不会聊天 亏我刚才还救了你呢 男人只是去打个将 就顺便击败了一只怪物 却还被队友嘲笑式的打 以及一种都费劲的猜忌 姜游不几一会这会儿都快死了 怎么还笑得出来 可灵风还在慢慢吞吞地说到 开玩笑的来 其实你挺厉害的 然后又拍了拍姜游的肩膀 继续挑战 能用酱油瓶淡掉一种也算是情 酱油版有 来到许业师的形态都这么好 可接下来的问题 就让酱油有点臭的机会了 小兄弟每个大学啊 读到大姐 酱油半天才生活 每度十分 开学就大二了 酱油小的请要不暴露自己 谁给死快的学校 可从小灵风就是毕业预备不大 男孩虽然只是擦破了点地 却被女孩直接包成了木乃衣 包好后还心疼地锤打着男孩的肩膀 男孩却不敢有任何怨言 因为他们是从小一起比撒尿长大的青梅竹马 可这次酱油没法跟路遥遥解释 他在打酱油的路上 还去了探案面 顺便在里面打了个一种 再顺便救了两个小孩和半个大哥 就当酱油做完这一切准备离开时 却被凌峰一把拉住 他喋喋不休地讲述着自己的过往 酱油只能无奈地微笑佩服 不然凌峰开始一本正经地说道 你回到学校后 帮我给五科学院的周主任到个前 就说是我辜负了他的期望 再去找找超文学院的皇副主任 帮我谢谢他当初的教导 酱油略显尴尬地微笑回道 哥要不等你恢复后亲口跟他们说 凌峰却独自感慨道 北都守望学府啊 要是能回到当初就好了 看到凌峰的异常表现 酱油满脸乌鱼 明明救援马上就到 怎么整个跟生理死别一样 谈话间暗面里出现了些许波动 凌峰第一时间就能感觉到 是寻夜思的人来了 酱油像解脱一般说道 太好了 总算有人来救你了 说完他就提上东西起身离开 凌峰不禁好奇地询问 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吗 酱油半开玩笑地回道 不了 伤人自有妙计 凌峰也似乎明白了什么 笑着跟酱油告别 去把一路顺风 然后用手指了指和来人相反的方向 酱油都不加思索 就向着凌峰所指的方向走去 随着酱油慢慢走远 凌峰垂下了给酱油指路的手 紧接着他的头也垂了下来 可酱油却毫无察觉 他走到角落就发动了 凌峰准备离开 此时前来救援的寻夜思 也发现了昏迷的凌峰 不放心的酱油 还是回头看了你 可这一眼却让他大惊失色 凌峰的血条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 身体周边幻化出圣洁的光芒 他的身体也在一点点消失 酱油满脸震惊 怎么会 以现在的医学完全可以治好他 此时寻夜思的同伴们 都纷纷向他尽力表达最高近 酱油伸手想去阻止这一切 可他却什么也抓不到 随着凌峰头上的血条清理 他的身体也幻化成圣洁的光芒 逐渐消失在这暗无天日的暗面 看到这一切的酱油 大声的喊的等等 可不当阻止不了眼前发生的一切 反而被影瞳拉回现实的他 摆着奇怪姿势尴尬地站在了街中央 不知所以的路人 纷纷把姜油当成了傻子 对此姜油倒满不在乎 只是他对凌峰的死却久久不能设备 凡是加入寻夜思的人不论植物 每人都会配一颗名叫遥望的药碗 吃了后会大幅度地透支潜力 死亡率高达九成 一旦服用即意味着陷入危惧 常规手段根本无法脱身 无数寻夜人都会在最危难的时刻 燃烧自己的生命来守护着来之不易的安女 姜油坐上回家的电梯后 更是万千思绪涌上心头 他不知多少次在这里遇见过凌峰 明明之前还有说有笑 说不在就真的不在了 姜油回想起凌峰硬要拉着自己 他才意识到 原来凌峰早就知道自己的结局 拉着自己陪他 也只是想在临死前找人说说话 没有鲜花 没有掌声 即便是为了守护在暗面中逝去 也不一定会被人记起 姜油暗自发誓 凌峰即便在平凡自己也会永远记住他 姜油看到自己还剩一半多的血实 也不由得疑惑 凌峰剩10%的血量时还生龙活 自己剩这么多 却连走路都感觉吃力 忽然一个声音传来 差点吓得姜油丢掉剩下的半条命 电话打不通 人也找不到 让你买个鸡蛋你是去鸡窝里取吗 反应过来的姜油立马询问陆瑶瑶 话说你怎么会有我家的钥匙 是李叔让我照顾你 所以专门给我配了一把 心虚的姜油却不敢过多追问 这么晚你快回去睡吧 不然陆叔叔又要误会了 可陆瑶瑶早就发现了姜油不对劲 说你这一身是怎么回事 难道出去被人打了 不知道怎么解释的姜油转身就想逃离 却被眼疾手快的陆瑶瑶一把抓住 虽然陆瑶瑶言辞中带着责怪和埋怨 可却满脸的担心 当他抓住姜油胸口 看到姜油满身血字和伤痕时 脸上无不透露着担心和疑问 姜油却是云淡风轻的解释道 自己是回来时看到抢劫就上去帮忙了 一个左勾拳一个右勾拳 加一个组合拳才将歹徒制服 在后来我 没等姜油说完 陆瑶瑶就温柔地抚摸到他脸上 他的泪花已经在眼眶里打钻 似乎马上就要躲胖而出 画面也在此并不 就连空气都安静了下来 可姜油的内心确实不过去 他不会真信了我的鬼话 但对陆瑶瑶来说真相并没那么重要 他只关心眼前的这个男人而已 他温柔地问道 很疼吗 突如其来的温柔确实让姜油应接不暇 不疼了快回去睡吧 陆瑶瑶看着这个 玩事不恭且满嘴跑火车的男人 边走边说道 我现在就去告诉李叔 你大半夜和人打群架 姜油立马拉住要回去的陆瑶瑶苦苦哀求 姑奶奶我不是打架式行侠仗义 你就别去麻烦李叔了 我偏不 我就要去告诉他 忽然姜油浑身无力地坐了下去 这可急坏了一旁的陆瑶瑶 他立马过来拉着姜油就要去医院 姜油表示家里药都齐全 而且李叔从讯夜思弄回来的药科比医院的怪 陆瑶瑶此时才反应过来 原来姜油是想让自己给他上药 所以陆瑶瑶就在上药和包扎式司机报复 分分钟就把姜油直接包成了木奶衣 然后再结结实实给姜油肩膀来了一下 下次还成能吗 不了不了 下次绝对不凑热闹 那你发誓我就相信 可姜油却撇着嘴不敢发誓 气得陆瑶瑶一把抓住姜油 又准备开始新一轮的输出 吓得姜油蜷缩在沙发上求牢地说道 再碰到我就只是看看什么也不担心了 这还差不多 我走了 得到满意的答案陆瑶瑶才放心地离开 姜油还调侃地说道 这就走了 要不注意玩我这床大 陆瑶瑶坐着鬼脸回道 在这睡 我呸 然后就匆匆离开了姜油家 确定陆瑶瑶走后 姜油点开了系统 里面赫然多了个异子 姜油好奇地点开后 界面里居然出现了他刚刚击杀的怪物 名称 幽灵 是低烈的深渊一种 隶属隐和幽种 在阴影中能够发挥超强力量 获得能力影席 影点数量增加 姜油这才明白 击杀的一种通过影 是可以登陆在系统手册里 不过姜油更感兴趣的是 新技能影席 影席 当在他人看不见的阴影中 发动进攻时 你将更容易捕捉到对方落地 首次攻击将造成巨大伤害 了解后就该查看威力 姜油摆好奇怪姿势后大喊 影席发动 可除了满屋子的杭杀外周围 却没有任何变化 姜油瞬间暴躁如雷 完全没效果 这系统不会是耍我吧 等等 会不会是没有攻击目标 所以发动不了 一番自我安慰后 姜油决定先看看自己有啥变化 前行者 阴影中杀戮高手 你是天生的刺客 藏匿之阴影时将如鱼得水 前行于黑暗游猎于黑暗 姜油不游的意境 什么游猎于黑暗 不应该是游猎于光明吗 可接下来的提示 却让姜油喜出望外 你的影子已经发生蜕变 影可以与自身合二为一 一 在此状态下锻炼将有一想不到的收获 二 你的气息更加收敛 不被别人察觉的同时身体素质 和愈合能力也会大幅提升 三 你在现实中虚影点才能发动的形态 在阴影层中可以无消耗食物 四 你不存在致命部位 即便被斩首也只会大幅扣除血量 而已不会直接死 姜油不游的胆态 拥有金手指针好 尤其是第四点 那不相当于有个不死之身 如若被斩首血量将会减少99% 而不会直接死去 姜油不游的怒吼道 减少99%你还能救回来是咋的 还不如痛快点死掉算了 吐槽归吐槽 这些技能还是不错的 先试试效果吧 说着姜油就从暗面召唤出了影子 果然发动技能后 影子也会跟着姜油比划同样的动作 当两个手指碰到一起 影子会瞬间幻化成黑色影物 重新钻回姜油的身体 只是它不会像正常的阴影一样存在 而是直接融入到了姜油的身体 完全融入后 姜油也会变成影子形态 男人前一秒还身负重伤缠满绷带 那下一秒就可以用千斤大锤狂砸脑袋 谁又能想到 这一切都是得益于它的影子 这是姜油第一次和影子融合 当两个手指缓缓靠拢 影子就如黑色雾气般慢慢爬向姜油 它并不是跟在姜油的背光面 而是直接附着在皮肤表层 直至百分百和姜油融合 融合后的姜油更像是个影子 它看到源源不断涌出的力量惊讶的 这就是暗影形态吗 有意思 为了测试这力量 它一个弹射起步 这小小的阴间瞬间变成了姜油的炎舞场 姜油感受着暗影形态给它带来的速度 仿佛周围的时间都像停止了一板 同样力量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单手举起是木床锻炼 简直就跟完一样 为了测试防御力 姜油涨来了千斤大锤 不容分说 它用尽全力就结结实实砸在脸上 完全没有痛感 简直跟挠痒痒痒没啥区比 姜油仰天长笑 这暗影形态果然牛叉 不然邻居们的炒骂声 打断了沾沾自喜的姜油 它立马解除了暗影形态 低调低调 不然就引起公愤了 可此时系统忽然弹出 在前行者旁边还多了可开启的格位 你一具备此格位的部分权敏 却并未正式觉醒 开启可觉醒分支能力 同时也会带来一定风险 系统接着提示 有时候风险也会变成机遇 并让姜油选择是或否 姜油看着选择面板陷入了沉思 是还是否 既然系统用红色表明风险 选否或许好一些 但这可能就彻底失去了 开启分支能力的机会 纠结过后 最终姜油还是选择了事 可还没等姜油点上去系统 就帮它做了选择 直接从面板涌出黑色能量 一瞬间就把姜油包裹到了能量里面 寂静的夜晚 整栋大楼就只有姜油一加 发出耀眼的光芒 猎杀者 不在猎杀中爆发 就在猎杀中灭亡 你是天生猎杀者攻击 必定造成伤害 毒枪 弓 毒等外物攻击外 藏匿于阴影的猎杀 将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 这个技能更牛叉的一点是 哪怕是神明只要击中 必定造成伤害 系统还在提示 开启暗影形态后 你的斩杀能力将获得一定强化 降低斩杀触发的血量要求 斩杀就是猎物血量 到达一定界限时 血条转为星红之色 此处便是猎物的即死部位 攻击此处就可发动斩杀 将猎物彻底抹杀 只是触发斩杀的血量 会根据对方的实力能力 位格的因素影响 将猎瞬间明白 原来他击杀游灵时出现的红色球体 就是由灵血量降低触动了斩杀 将猎嘴角上扬 指着天狂笑 我这不就无敌了吗 将猎物忽然又好像想到了什么 他手舞足蹈地开始撕扯身上的绷带 扯开后发现不单是疼痛感消失 就连身上的伤口也完全愈合 就算受伤最严重的手臂 伤口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看到这愈合速度 将猎扯住了腰上的屋子 心意很硬生生地把它扯了下来 隔天姜油的朋友圈就出现 我建议勇为舍身救人 即使被歹徒连捅十八刀 眼睛都没眨一下 姜油吹得牛 却让陆瑶瑶来承担后悟 同学们纷纷都来向他打听姜油 陆瑶瑶无奈地解释 别听他瞎说 他就是让狼狗撵了一下 可不相信的同学 还是让陆瑶瑶带着他们去探望探望姜油 看到陆瑶瑶用钥匙打开了姜油家的门 同学们瞬间对姜油和陆瑶瑶的关系产生了怀疑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要是是姜油他输印塞给我 同学们刚进门就看到姜油取物子 还没来得及恢复的伤暴 他们瞬间对姜油发的朋友圈深信不疑 陆瑶瑶更是着急地上前询问 你绷带呢 还没好怎么取啊 看到姜油结实的肌肉 同学瞬间拉住把玩了起来 气得陆瑶瑶揪着两人 就推嗓着要把他们赶去客厅 然后用力地关上了姜油卧室的房门 被揪出的两人很肯定 陆瑶瑶和姜油已经好上了 把同学赶出去后 陆瑶瑶心疼地给姜油上药 嘴里还嘟囔着 我看你脑袋是让你给踢了 好好的伤口非要掀开 可姜油并未接话 因为他的目光被陆瑶瑶的大长腿啷啷啷 姜油都看得快流出口水了 完全忘记了身上的疼痛 他觉得陆瑶瑶没好气地说道 年纪轻轻这么猥琐 我让小胖点你上药了 别别别他笨手笨脚不合适 我看李叔是太久没收拾你了 那我就替他管管你 说完陆瑶瑶就掐住了姜油的大脸 好姜油边喊疼边说道 他就算收拾我八百回也没用 你最好老实交代昨天干什么去了 别再说什么抢劫糊弄我 姜油斩钉截铁地回道 你只要相信我真的是行侠仗义 见义勇为就行了 陆瑶瑶冷笑道 满嘴跑火车 你就没有一句真话吗 姜油心想 不然我还能怎么说 好阴影存在了一知一种 还和巡夜人聊了下人生 这样你会信吗 姜油忽然想起出紧急任务的陆瑶 陆叔昨晚几点回来 陆瑶瑶马上就变得焦急万分 因为陆瑶出去后就没回来过 姜油看着担心父亲的陆瑶瑶也是满是心疼 因为作为巡夜人很少能平安度过一生 平时对姜油特别照顾的李叔 在执行任务中就失去了一只臂膀 邻居哥哥林峰 年仅二十余岁就战死暗面 就连强如陆瑶这样的也受过重伤 影响了根基 这辈子都没办法再进一步 想到这些姜油不由地陷入了沉思 不知自己又会是什么结局 直到陆瑶瑶的询问才把姜油拉回了现实 如果你无考通过了 你会进入巡夜寺工作吗 姜油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话来 不知道 那个那个 巡夜寺里漂亮小姐姐多吗 姜油只能用见笑来演示尴尬 你能不能有点正行 每天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 疼疼疼 你能不能不老掐我的脸 他们的吵闹让不知所以的偷听二人组充满的想象 他俩什么情况不会是 你说呢 你听这声音 女孩和男孩在房间里单独待了几个小时 出来时男孩身上全是伤痕 这可看待了吃瓜二人组 即便他们一直趴门口偷听 虽然他们听到的画面是陆瑶瑶在做姜油 可经过二人的脑补 画面就变得那么不可描述 看到姜油的掐痕后 他们一致认为这就是陆瑶瑶中的草原 可没心没肺的姜油出来就坐到了沙发上 根本没注意同学看他们的眼神发生了变化 他坐下就开始跟同学吹 他是如何赤手空拳地对付八十个大海 完全不理会自己变长的鼻子 和一旁听不下去的陆瑶瑶 陆瑶瑶为了耳根清静他转身离开 姜油我去趟超市 顺便把你这两件破衣服带出去扔了 吹得正起劲的姜油摆摆手 行 扔了吧 可他忽然又想到什么 转身快速冲向陆瑶瑶 等会 我还有东西在衣服里 尴尬的是 就在他要拿到衣服的瞬间东西就掉了下来 更尴尬的是掉出来的是包姨妈鸡 陆瑶瑶满脸无语 死变态 你带这个干嘛 姜油不好意思地回答 昨天你不是肚子疼吗 去超市时我就好心给你带了一包 准备给你个惊喜 同学立即拿出手机拍照 心想 这个瓜要跟全班同学一起分享 他们绝对有事 这种事只有很亲密的情侣才会做 姜油还捡起后恭敬地放到陆瑶瑶手上 自信地说道 来拿着 以后有需要随时跟我说 此时陆瑶瑶的心情不亚于他手中的姨妈鸡 他羞红着脸大声对姜油吼道 不 需要 然后直接把姨妈筋甩到姜油脸上 姜油看着气冲冲离开的陆瑶瑶 只感觉一股的莫名其妙 同学看看这瓜已经吃不下去了 也是挥挥手离开 只留凌乱的姜油呆愣在了原地 既然感情只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 还不如我加强修炼让自己的刀更快一些 姜油伸出右手发动影瞳 影子还没具现时紧接着发动暗影 影子迅速地爬上姜油的身体跟他融合 没人打扰 愉快的修炼开始了 蓝还有个牛叉的影子 和他融合后 就算在重的伤也能瞬间恢复 在正常人连一分钟都待不了的暗面 他却觉得非常舒服 就像长期住在工业污染环境下的人 突然来到了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来到暗面姜油就感觉浑身都有用不完的劲 血条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 独自修炼开始 他双手着地 再把身体抚到地上 手轻轻一用力 把整个人弹射而起 后背狠狠砸在了天花板上 然后又重重砸回地板 可想而知这股力量多强 即便这样姜油还是没受一点伤 还有使不完的力量不断涌出 只要用出平时做俯卧撑的力量 就能蹦得三丈高 而且分分钟就能做完上千个 连系统都憋不住提示道 你可在锻炼中发动模式 可通过吞噬阴影层的暗 来提升影点和身体素质 这一操作也惊到了姜油 他立马切换形态 果然暗系统的提示修炼 各项数值都得到了相应提升 姜油很快就发现在室内 就只能做些简单的动作 即便完成的速度再快提升也十分缓慢 他把目光盯向了室外老年活动中心 看着暗面空荡荡的活动场地 姜油不由地发出感慨 要是在现实 那些大爷大妈还不得各个拜五为师 到此姜油开始完全地放飞自我 什么高难度动作都是一组接着一组 可他不知道这一切的发生并非偶然 此时巡业司总部各部门都在严阵以待 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 每个人都面露担忧之色 报告 此次阴影层暴动范围广 且波动异常 污染指数增加的同时区域还在扩大 可比阴影层更棘手的是 各个区域都发现阴影层裂缝现象 此次暴动还不同以往 暴动区域都集中在人口密集的居民区 而非像以前一样随机暴动 这让经验丰富的鹿霸也不经冷汗直闹 18岁的男孩忽然发现 自己的寿命只剩100个小时了 然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却是他自己的影子 自从男孩的影子从他身体跑出来后 男孩就开启了挂闭人声 有新的形态猎杀者 虽然能给神明造成伤害 但开启他本体也会承担相应的风险 获得新形态的江游 马上就喜出望外的去活动中心锻炼 完全忘了风险这回事 可江游却不知道 此时的他已经被寻夜丝盯上 自从阴影出现裂缝后 已经出现了四起 怪物把人拖入阴影层的悲剧 同时还有多名年轻的寻夜人战死暗面 为此寻夜丝就开始忙得焦头烂 每天的报告就跟雪片一样 因为相比阴影层的异常 深渊裂缝更加危险 因为在深渊裂缝出来的 都是些强如神明的哥斯拉 忽然角落的一个声音打断了会议 仅仅只是怀疑 不要就跟天塌下来了一样 何况我们早就做好了战斗准备不是吗 此人正是姜游的李叔 他同样是有着多年战斗经验的前辈 李叔的一番话 确实让未经世事的年轻人们放下了些许恐惧 陆霸也掏出来一包马赛克准备放松一下 可放到嘴边才发现 这马赛克的味道不对 已经早被陆瑶瑶换成了嘎嘣脆的饼干 陆霸欣然接受了女儿的关心 但李叔深沉的一举 上面又下新通知你看了吗 让陆霸立马大惊失色 陆霸迅速跑到办公室查看 紧急通知 超凡者二阶以上除非特殊情况 否则直系子女进行资质测试后 必须报考超凡类专业 刚好陆霸的女儿陆瑶瑶 和李叔的干儿子江勇 都到了相应的年纪 他们也都在必须报考超凡者之力 陆霸想等陆瑶瑶资质测试出来后 再给他选择合适的专业 可李叔却告诉陆霸 他什么专业都不报 陆霸好奇地询问 如果资质测试符合耐可油不等 李叔起身边走边说道 那就不参加测试 然后快步地离开 只留下一脸错愕的陆霸在一旁凌乱 李叔刚走 粉发小秘书就来找陆霸汇报 在清越小区发现一个通体漆黑的东西 不知疲倦地在活动中心锻炼 看到我们的巡业人不但不发动攻击 还会停下训练向他们进行 在资料库并没有对此一嘱的任何记录 陆霸也被这奇葩玩意搞得一头露水 他又岂能想到这货就是他女儿的青梅竹马姜油 解除形态后姜油便没着急离开 而是拿着手机在角落直播 因为他在阴影层里发现了一只可爱的大侄主 看到这稀奇古怪的生物 直播间瞬间涌入了几百万观众 姜油虽然好奇原来这些内容明明受到管制 现在怎么又可以发了呢 不管了 这些内容可以直播 自己马上就会成为大网红了 正当姜油被对着怪物沾沾自喜时 系统突然弹出 差点把他活活吓死 姜油认真盯着屏幕 心想不会又要给个什么牛叉的技能了 可屏幕却只弹出了介绍面板 再次介绍了猎杀者的属性和威力 姜油瞬间举起了愤怒的小拳头 就这点颇事还出来下午 可马上他就嚣张不起来 因为控制面板赫然显示 他的寿命只剩下短短的一百个小时 姜油瞬间炸裂 才一百个小时那自己还活不过五天 寿命只剩一百个小时 就像梦魇一样围绕在姜油的耳旁 他忽然想到 系统曾提示过开启 位格会承担一定的风险 但就给活四天了 管这叫一定风险吗 姜油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肯定有补救方法自己是不是漏了什么 在系统提示中有这么一段 唯有不断的猎杀 自己方能延续生命 因为以为是重复内容 他就没有仔细观看 为了弄清是不是只要击杀怪物 就能延续生命 姜油继续点击着控制面板 生命与死亡是猎杀者的权柄 或许你将在无尽的杀戮之中获得永生 地狱天堂近在转瞬间 上一秒还活不过五天 下一秒就获得了永生的方法 系统继续提示 猎杀者格为特殊 即便肉身消亡 也会以另一种形态存在 内容太多 放过当网红的机会 他把手机反着固定在了角落 反正这账号是 李叔从询夜思弄来的秘密账号 也不怕别人查到自己头上 接着直播现场就变成了这样 一种猴必多 真假我来说 大家好我是小牛 一种大蜘蛛我一个人吐 大家不要发出动静 我要绕到他后面 用狼牙棒狠狠给他一下 说吧姜油就拿着棒子 悄悄绕到怪物后 随着大蜘蛛的一声惨叫告诉 睡觉绝对不能把屁股露给别人 吃痛的蜘蛛立马起身 四处寻找是什么东西在背后偷袭他 此时姜油紧张的心脏都快要跳出来 逗大的汗珠也像雨点般冒出 可蜘蛛转了一拳 也未能发现跟他近在咫尺的姜油 姜油暗自窃喜道 就算贴这么近他还发现不了我 这暗影形态还真是方便 随着怪物的血量减少触发了斩杀 怪物的死穴发着耀眼的光芒暴露在姜油面前 姜油露出了邪恶的笑容 双手高举狼牙棒猛地往后蓄力 40米长的大棒瞬间插入蜘蛛身后的死穴 死亡的感觉瞬间把大蜘蛛拉回了回忆 半小时前自己才从深渊来到了暗 这里没有深渊的压抑 也没有那么多强大且恐怖的家伙 只要谨慎些再加上自己的伪装能力 在这里活下来应该问题不大 即便很早以前他就感觉到 自己被姜油这个小崽子盯上 不想惹是生非的他 选择了快速逃离尽量远离危险 可曾想着老六却不讲武德 专往自己最薄弱的定步攻击 姜油也因为用力过猛 差点让体内的影点喷射而出 调整好后姜油再次拿起了狼牙棒 很好 一下就掉了60%的血量 再来一下他就 还没说完 蜘蛛的触手就已经来到姜油的眼前 一个脑瓜崩就把姜油弹出了十米开外 姜油强撑着起身自我安慰的 一点都不疼 不然蜘蛛屁股的弱点上又多了跟狼牙棒 因为姜油从不记仇 有仇都是当场暴 看着地上翻滚的蜘蛛 姜油像鱼儿一样慢慢沉了下去 这就是影席吗 居然能像前行者一样潜入到暗影之中 用不着跟一种正面搏杀 只用像丛林中的猎手一样耐心等待时机 发现猎物的破绽和弱点时 提到灵不知灵而响叮当之事给他致命一击 一种超凡猎物猎人 那又如何 狩猎开始了 此时现实世界的一个银发少女在拿着手机暴殻 怎么最近的主播都这么无聊吗 直到刷到姜油的直播间时 他才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眼神 里面全是在熟悉的地方 有这些陌生的一种在自由地玩耍 第一次看到一种的少女兴奋地直起了身子 天啊 真的吗 不会是特效吧 姜油指着后面痛苦挣扎的蜘蛛介绍的 这东西叫尹文珠 骨魔种 一接中卫 来自深渊的低烈一种 看到这里 银发少女就不自觉地对着手机屏幕亲了上去 看到有女生像直播间里的姜油示好 他就会感觉到莫名其妙的入食 看着姜油通过影瞳慢慢潜入地下的花 引发少女再次投去崇拜的眼神 消失了 这个主播难道是个超凡者吗 姜油前到了变异蜘蛛的上方 抬脚对准了蜘蛛定不插着的棍子 一用力 整根棍子就全部进入了蜘蛛身体 伴随着一声惨叫过后 他也就彻底亮亮 女孩只是在手机里多看了一眼 他就彻底喜欢上了里面的内容 因为里面的男孩通体漆黑 手里拿着根筋黄色的大棍子 正在跟来自深渊的尹文珠战斗 姜油这个老六 专门就是同尹文珠最薄弱的屁 为此尹文珠也装死来麻痹姜油 就在姜油放松警惕时 尹文珠立马发动毒刺攻击他 可一切早就被姜油看穿 他不但轻松躲开还比出挑衅的手势 气得尹文珠火力全开八只脚 同时攻击姜油 但姜油只是抖抖屁股扭扭腰就轻松躲开 屏幕前的女孩虽然已经吓得浑身发抖 可眼睛却舍不得离开屏幕一下 他反头看去 只见姜油早已潜到身后的房顶 正像看猎物般盯着尹文珠 你以为在地上涂满毒业物 就奈何不了你了吗 阴影可是无处不在的 说罢姜油幻化成一股黑影 从楼顶急速冲向尹文珠 尹文珠立马对准姜油的攻击路线土去毒业 毒业也确确实实拦截到了姜油所在的位置 可奈何姜油可以自由行走在阴影之中 瞬移 穿梭 折月意识他的绝技 所以就在毒液接触到他的瞬间 他就前进了墙壁 还没等尹文珠反应 姜油已经手握棒子出现在他头顶 我是来自阴影中的暗杀者 无尽的杀戮让我的记忆破碎 依稀只记得我的名字 在姜油嘟囔间 棍子已经从尹文珠下颚穿到了头顶 这是姜油猎杀形态下 身体跟对影子的战斗意识发动的攻击 此时的姜油已经把意识交给了影子 自己只记得名字里有个油字 面对凉透了的尹文珠 姜油缓缓抬起了右手 影尸发动 瞬间影文珠的黑色影点 就像雾气一样通通涌入姜油的身体 此时的姜油浑身漆黑 只有眼睛发出耀眼的光芒 身上微电缠绕 他双手排开 有影点力量具现出的披风赫然劈在身上 猎杀完毕 他单脚踩在影文珠的白骨上 赫然一幅超级英雄的姿势出现在屏幕前 这十三针让他装到了 屏幕前的少女立马投去崇拜的目光 好久没见到这么刺激的东西 二话不说 马上找到姜油的主页关注 这个又酷又中二的博主上马找啊 关注后的少女立马就给姜油发私信 你好加个V 刺杀任务高价 蓝还获得了可灭神的暗影形态 为此他付出了全部寿命 为了活命他得不停地击杀怪物 刚击杀的影文珠虽然只是一阶中卫 也被姜油收入了背包 因为他有着酸液 吐司和骨膜污染三个技能 只是姜油的寿命仅从四天加到七天 有点让姜油大失所望 他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和影文珠有的硬差距 能打败他全得益于技能影席 因为首次直播击杀一种 姜油的直播间观看人数也突破了150万人 姜油立马停止直播间笑道 得留点悬念 吊一吊观众的胃口 退出直播姜油就开始研究起影文珠的吐司 可他具现出来的丝线是黑色 他轻轻用手一弹 珠线飞到百米大楼顶部牢牢的固定住 再一回收 姜油就开始原地起飞 静止飞向楼顶 他还可帮珠丝两头固定做成锁道 自由地在中间穿梭 也可以一头固定 另一头像猿人泰山一样 荡去任何一个地方 缺点就是难以控制落地 一不小心就容易撞墙 看到墙上砸出的大洞 姜油还是选择了较为安全的壁虎爬 本来打算离开岸面的姜油 看着面板上寿命还剩七天苦恼不已 他看着空荡荡的街道联想道 虽然还剩七天可一种 并非天天碰得到 万一几天没有一种跑出深渊 那自己不就得直接原地去世 此时系统提示 由于你的凶名流传 解锁了部分猎杀者权力 标记 你能够标记猎物 更容易发现其弱点进行弱点打击 被标记的猎物将会产生星际 红炬等负面状态 效果根据双方实力差距而定 单一目标短时间内标记仅可存在一名 提升凶名或位格将强化此能力 但请注意发动标记将消耗一定精力 而且可能会暴露位置或精凉猎物 请谨慎使用 追猎 追猎标记的猎物时 你将获得敏捷力量加持 追猎成功你的某项属性或能力 也将获得随机提升 追猎不但无消耗 且还能与标记持续时间相同 请在追猎时间内将猎物击杀 提升凶名或位格强化此能力 对于为什么会凶名流传解锁权柄 酱油是摸头不着脑 难道是因为刚才的直播 如果真的是这样 想到这里酱油开始欣喜若狂 猎杀一种 减视频转流量 解锁新技能 加班的情质 酱油向怪物嚎叫的方向 发起了标记 虽然距离甚远 可怪物的弱点立马 变成红色光点暴露无遗 酱油瞬间转换为猎杀者形态 继续前行于黑暗之中 女孩走过最深的路 就是男孩的头 小时候先是骗她一个小女孩 跟自己比尿尿 不过瘾又骗她装小企丐 满大街乞讨 长大后还想骗她 做点大人的事情 好在被鹿爸及时发现制止 即使这样酱油还是不老实 隔天她又让鹿瑶瑶来给她制伤 自此姜油就像打开了 鹿瑶瑶的新大路 什么大病小情 都让鹿瑶瑶帮她处理 即便知道鹿瑶瑶 会在处理伤口时下狠手 以此来套出自己受伤 是干啥去了 可姜油这件皮子 就是不说实话且乐在其中 鹿瑶瑶虽然也知道 姜油不会说实话 但还是质问道 你给我老实交代 你又去干什么了 姜油含糊七词地回答道 我是去当英雄了 小姑娘家家不懂不要说话 是吗 你见哪个英雄天天挂彩 没点本事还学人逞 说完一坨满是酒精的棉球 就使劲塞进了姜油的鼻子 姜油自言自语地说道 这点伤我用暗影形态 分分钟就能治好 这不是故意留着 让你帮我上药的吗 看到姜油暗自嘀咕 鹿瑶瑶就知道 这小子肯定憋着怀 你一个人嘀咕什么呢 眼看不妙的姜油 立马分散鹿瑶瑶的注意力 不知道最近有啥有趣的电影 没我们去看的 鹿瑶瑶拿着手机 哗啦半天回答 都是烂片没啥好看 不过最近有阿蒲主挺有意思 这倒不然勾起了姜油的兴趣 他不自觉地就凑到了鹿瑶瑶身边 可曾想鹿瑶瑶说到阿蒲主居然是自己 姜油差点没被一口水枪死 心想他应该不认出自己了 鹿瑶瑶一脸嫌弃 你怎么了 看人家帅也不用这么激动吧 姜油忽然变得语无伦次 你是 你是什么时候看到他的 也是这两天直播杀一种上了热搜 才注意到他 姜油继续套鹿瑶瑶话 不过公布这些超凡知识不犯法吗 鹿叔叔他没说什么吗 不宜公开的是核心知识 对于这些基础中的基础影响不大 鹿瑶瑶忽然挽住了姜油的手腕 你不是对超凡很感兴趣吗 你可以关注一下他 他还有和一种实战的视频 姜油嘴上不说心理确想 姐姐里面黑不溜秋的就是我了 鹿瑶瑶忽然突发奇想 姜油你说我可不可以录点视频发上去 万一火了呢 姜油嘲讽到 录什么 穿个JK小白丝在阴影层跳舞吗 吻开了变态 我就不能录些讲解超凡的视频吗 你顶多就是看了点资料 怎么跟那些经验丰富的巡夜思前辈 接着姜油又指着鹿瑶瑶的短裙说道 你下次别穿这样出门 容易被变态跟踪 上次我就不小心跟丢了一个 跟丢一个虽然小声 还是被鹿瑶瑶耳间听到 鹿瑶瑶果断拔枪 吓得姜油大气都不敢喘 布荣芬说枪就对准了姜油的腰子 说这一身伤不会是跟踪哪个JK美女时 被人给打的吧 姜油立马举手投降 没有 我就是为了活跃气氛开个玩笑的 鹿瑶瑶用枪口拍拍姜油的腰 你不说实话是吧 直到姜油卑微地求饶 鹿瑶瑶罚他为自己做饭才饶了他 这是男孩带着影子击杀怪物的场景 发到网上后瞬间激起网络巨浪 短短几秒观看就高达150万 可姜油的烦恼也随着而来 姜油被鹿瑶瑶折腾一天后 本就疲惫不堪 但打开朋友圈里面全是谩骂的声音 什么垃圾 什么造假 反正怎么难听怎么骂 骂得姜油一头雾水 直到一条地道石锤你的评论 引起了姜油的主意 姜油忐忑地点开了他的直播间 带节奏的真是这 明明为地道的地中海大叔 为了硬蹭热度 他今天又要翻出姜油的视频打假 大伙先看这两个定格画面 发现没有 两个之间不连贯 很明显是剪辑过的 再看看这背景 明显进行了后期处理 把不真实的地方给演呆 姜油一脸无语 自己不就把战斗中出丑的画面剪掉了吗 这也被大叔拿来硬炒冷饭 看着现在超凡者巡夜人这么 大叔继续不要脸的晚上贴 称自己才是正儿八经的巡夜寺外边人员 所以才一眼就认出姜油这种小丑 还甜不知耻地劝姜油好自为之 为此姜油还装作满不在乎 实锤就实锤吧 事实证明只有当潮水退去 才能发现是谁在裸泳 姜油起身身身揽腰 得 既然说我视频是假的 那我就再去猎杀一只一种 顺便多挣点寿命 不过在这之前 我得把地道那不要脸的家伙 安排得明明白白 说罢姜油就发动了影头 一个天生的猎杀者 令敌人胆寒的噩梦 启荣你恶意诋毁 进入暗影形态后 姜油拿出了危险摄像头 放在胸前 他来到制高点开始寻找猎物 可这两天怪物都被他打怕了 的确有点不好找 忽然角落的异动 引起了姜油的注意 里面居然躲藏着一只怪物 这老六躲在这里 肯定也是想偷袭别的意义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你是老六姜油就是666 姜油提着狼牙棒来到天台 心想作为猎杀者出场方式必须帅 可他刚迈出左脚就被定主 这个高度下去 就算不死也得掉半管形 帅不帅以后再说 滚点 也浪 还是乖乖走楼梯保险 男孩从来不记仇 因为有仇都是现实棒 如果有怪物胆敢偷袭他 那他就会潜到怪物身后 用40米长的大棒对他使用千年杀 就是这样一个狠人 居然还有博主为了蹭流量打假失锤他 姜油嘴里说着没事 实则是想着要怎么把他安排得明明白白 他再次来到岸面 还特意在胸前安上了微型摄像头 运气不错 近来不久就在角落里找到了潜伏的猎物 姜油掏出了早已饥可难耐的大黑棒子 此时的怪物已经隐藏得很好了 在这安静的街道上 除了半个身子和整个脑袋露在外面外 完美地把屁股藏到了隐蔽处 姜油前到怪物的身后 对着他发动了标记 被标记后的怪物 弱点在姜油面前暴露无遗 而且还会瞬间感到莫名的恐惧 惊慌的怪物已经顾不得危险 像无头苍蝇一样跑到大街上寻找恐惧的根源 姜油看准机会举起了大黑棒子 把力量集中到了右手 迅雷之势从地下向怪物发动 他的成名绝技千年杀 失踪的怪物养天怒 血量也瞬间减少55% 姜油并不想给怪物喘息的机会 他趁怪物在半空的间隙也跟着跃起 在半空瞄准猎物发动了追猎 此时自身的力量和敏捷也迅速提升 那还客气啥呀 对准怪物脑袋干他就完了 他用力一击下去 却被怪物微微侧身就轻松躲开 这确实让姜油始料未及 不经疑问 难道他已经看穿了自己的攻击 姜油分神的瞬间 怪物反刻为主直接移动到姜油的头顶 姜油在想追击时 已经完全跟不上了怪物的速度 直至被怪物牵引着回到了地面 姜油和怪物形成了对峙模式 怪物对准 姜油率先张开了血盆大口 姜油以为怪物要向他攻来 提前摆好了防御姿态 不曾想怪物却是发动了远程攻击 一种影响精神力的阴波 受到阴波的影响 姜油突然头昏脑胀 精神恍不 姜油反应怪物的攻击也接踵了之 身体也被斩击击中 虽然不致命 但也生生把他击退了数据 就这一下干掉了姜油34%的血量 姜油现在已经顾不及身上的疼痛 因为尝到甜头的怪物 已经挥舞着两把砍刀向他冲来 姜油从他的触手推断 这家伙是个高功高敏血薄的刺客 看来轻松战胜他是不可能吗 得想想策略 面对袭来的怪物 姜油画作影子直接潜入了地下 然后像条水蛇一样 以影子形态在地下游走 不管怪物怎么攻击 在暗影世界姜油都能轻松躲开 当怪物放松警惕时 他又会去化成尸体出现 逃着他没防备的地方给上重重一击 眼看这招奏效 姜油露出了得意的表情 小样跟我斗 接着姜油就用同样的方法 开始单方面猎杀 怪物虽然被揍了却见不到人 即便怪物再是高功高敏 可他攻击又碰不到姜油 姜油攻击他他还躲不过 眼看怪物已经毫无还手之力 姜油才完全聚化出本体 然后对着怪物的樱桃小姐就疯狂屈屈 直至触发猎杀 怪物的死穴幻化成星红色 姜油对准死穴双手抱拳猛的蓄力 猎杀时刻 就当拳头要击中怪物时 姜油忽然停下 姜油吃惊的差点 把两个发光的眼睛瞪了出来 难以置信 眼前的怪物居然是巡夜人凌峰 他死后变成光束消散在这暗面的屎还粒粒在呢 为何会变成这样 又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瞬间姜油脑子里充满了疑问 就在姜油分神的间隙 怪物从他身下挣脱了出来 挣脱的怪物不再偷袭愣神的姜油 而是迅速逃离 反应过来的姜油迅速追了上去 你先等等 我有话跟你说 可怪物早已消失在寂静的暗面 姜油慢慢停下了追赶的脚步 他看着凌峰消失的方向 脸上满是错愕于震惊 男孩看到昔日为了救人牺牲自己的大哥 现在居然变成了吃人的怪兽 虽然男孩有机会一击解骨他 可他还是有心无意地放走了凌峰 事后不管是情感意识自身行为 姜油都久久不能释怀 系统却完全不顾及姜油的感受不断提示 即将猎杀成功的猎物 却意外让猎物逃跑 很遗憾 这是场失败的猎杀 甚至用出红色字体提示 请注意 若连续猎杀失败将削弱你的实力 乃至于削弱你的寿命 姜油虽然清楚 只有不断猎杀提升凶灵晋升阶位 猎杀者才能掌握更多生死权柄 此时的姜油心中满是怒虎 觉得人生不过如此 在猎杀还是不猎杀中犹豫不决 系统看到他的消极不断在他耳边回响着 那你就等死吧 等死二字更是不断循环 姜油一拳狠狠打在系统 提示屏幕上 大声向他吼道 够了 我知道 劳烦你闭嘴 姜油的脑袋就像要炸开似的 昔日为了救人而牺牲的英雄 最后怎么就会变成了怪物 姜油不知不觉就走到了镜子面前 看着镜中的自己 他陷入了沉思 我此后也会变成怪物吗 那是否还会保有生前的记忆 姜油突然恍然大悟 既然一切都是未知 那我还担心个鸡毛啊 他不自觉地捏紧了拳头 我必须不断地猎杀下去 之所以我会有这么强烈的情绪 只因为我还活着 姜油通过定位来到了荒地 因为据报道这里经常有一种出没 虽然这里是不愁找不到怪物 但就是有点麻烦 姜油的慢慢地翻找 因为这里的怪物胆小全都躲了起来 不过周围轻微的风吹草动 也逃不过暗影形态下的姜油 姜油寻这轻微的声音来到了一栋楼顶 果然看到一个正在干饭的牛头人面兽 看来他挺强啊 居然没躲起来 他还在悠闲自得地在天台干饭 眼见的姜油发现 他的腿似乎受伤严重 而且血量也大残 姜油再次露出了自信的笑容 好机会 这次绝对不能失手 姜油从背后悄悄地靠近怪物 本打算搞个偷袭 可他才靠近了一边 怪物就立马开始警觉了情人 逼得姜油不得不再发动暗影形态前回地下 同时姜油还对怪物发动了弱点扫描 新红色的光点赫然出现 看着地面寻找的怪物姜油也感叹 这么机敏也是第一次见 若不是大残 自己还不一定是对手 虽然姜油潜到了地下 可怪物还能靠灵敏的嗅觉寻找过来 而且怪物身上的弱点光球 也因他处于高度警戒而变灭 姜油清楚必须等 等他放下戒心后 给他致命一击才有胜算 姜油在怪物刚放下戒 被瞬间发动了标记 还没有怪物 他的四个死穴都已经被逐一击补 与此同时 陆瑶瑶正在家给姜油做着好吃的 干大的是 回来的居然是陆爸和李叔 男人贯注全部经历养了 18年的好白菜刚长成 可一不留神 就被邻居好兄弟家养的猪给盯上 食指不沾羊春水的女孩 还跑去给男孩做起了饭 听到有人进屋 陆瑶瑶没好气地说道 这么晚才回来 你又跑哪鬼混去了 还不快过来 还没等说完陆瑶瑶发现 进来的是自己的老爸和李叔 又来给我夹小姜油做饭呢 我就说他在这边吧 我养的丫头都成你家的 陆瑶瑶不好意思地回道 爸你别乱说 我永远都是你的丫头 陆爸提议难得聚一下 他坐东到外面大吃一顿 陆瑶瑶却告诉父亲 不用了自己都已经做了一半 父亲看着自己主面都费劲的女孩 现在为了邻家男孩都能做出四菜一趟 不知是该高兴还是难过 李叔却很失去 老陆改天再搓吧 今天正好尝下瑶瑶的手艺 我也算是沾了小油的光了 李叔突然发现只有陆瑶瑶一个人在家 询问得知那臭小子又跑出去玩了 此时刚好房门被打开 酱油完全没看到眼前在说自己坏话的李叔 进门就大喊 干饭干饭干饭 我都快饿死了 瑶瑶今天又给哥做什么好吃的 看哥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棒棒糖 还有你给我发这么多消息 是不是想我 突然酱油感觉一股杀气扑面来 抬头望去又是陆爸那刀人的眼神 李叔捂着头心想 小子你就自求多福吧 酱油紧张地咽了咽口水 房间的气压此时也降到了冰点 酱油立马收起了棒棒糖 笑着解释道 我刚刚被勾碾了 一路狂奔可能有点神志不清 所以才与无伦次 李叔立马出来打圆场 行了行了难得聚一起吃顿饭 别把气压搞那么低 接着拍拍酱油的肩膀说道 打架吗怕啥 年轻人谁不打架 没点火气哪能叫年轻人 陆爸也不怀好意地接查道 是啊年轻人为了心仪的女生 争风吃醋发生点摩擦很正常 对了上次我看到你和 一个穿小裙子的姑娘肩并肩一起走 她叫什么来着 陆瑶瑶无奈地说道 叫于周二 陆爸接着补刀 小姑娘长得不错 多秀起白白净净的身材还好 谁又不愿意为她拼一身伤势吧 接着陆爸拿起杯子 就要跟姜油干杯 祝她早日追到渔州 姜油知道陆爸 当着陆瑶瑶的面说这些 就是想掐断他们之间的红线 就在姜油想着 要怎么回陆爸市里 叔提醒他 还愣着干嘛 敬你陆叔叔一杯啊 从不记仇的姜油尴尬地 抬起杯子 陆叔我敬你一杯 姜油虽然知道 两个老家伙是合伙逗他 他还是举起杯中的饮料一饮而尽 此时的陆爸也露出了得意的表情 哼 小子让你嘚瑟 姜油灵机一栋立马加菜给陆爸 来陆叔吃菜 这就你们这么忙 难得吃到姜姜做的菜 不过他手艺这么好 原来在家里应该没少做给你吃吧 陆爸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 陆姜姜会做饭的事情 他也是今天才知道 急得陆姜姜赶忙扒饭来掩饰尴尬 陆爸却气得不行 在家天天点外卖 陆叔叔一杯 接下来饭局就变成了 姜油为了不被当场拍死的鳄鱼奉承 陆爸为了张贤长辈气度的职业假笑 一个小时后几人结束了愉快的聚会 姜油礼貌地说道 慢走啊陆叔叔摇摇 李叔也发出了真挚的邀请 老陆常来啊 摇摇直接回了姜油剧 明天见明天见 只有陆爸气得说不出一句话来 回到房间后 李叔严肃地坐了下来 小游我问你 你的能力觉醒了吗 姜油也瞬间变得紧张了起来 他不知道李叔是不是察觉了什么 男孩洗个澡的功夫 就觉醒了暗影之力 他本想着隐瞒着大家就这样过来 可曾想被李叔这老油条一眼看穿 小游你的能力觉醒了 姜油都已经紧张到狂喝水 但还在装糊涂 什么 什么觉醒能力 我干巡业人二十几年了 你身上的伤怎么会是我一眼就能认出 姜油这才知道他们的那些小伎俩 在这些老油条面前真的不值得一提 他不再隐瞒 告诉了李叔自己半个月前就觉醒了能力 这确实让李叔意想不到 那是怎么觉醒的 李叔追问的口气让姜油有种莫名的不是 李叔你这算是在审问我吗 察觉自己过于严肃的李叔立马缓和下来 不用那么紧张 说说就是了 姜油想了想回到 怎么觉醒的我也不太清楚 反正突然就觉醒了 李叔不由地感叹 自然觉醒了 这种情况非常少有 一年也就偶尔出现一两个 姜油立马飘了起来 大概是自然觉醒吧 可能因为我天赋一比 姜油忽然发现李叔正严肃地盯着他 这该死的压迫感直接席卷了他全身 姜油就像泄了气的皮球无力地瘫坐到沙发上 李叔你刚刚是在发动能力吗 李叔并未回答姜油而是独自说道 今年凡基础出超凡资质 只要意志力没差到难以接受都会强制无考 姜油一旁乖巧地回道 嗯 姚姚和我说了 近年寻夜思压力很大 伤亡逐年飙升 我想给你走个后门 不参加无考做个普通人 姜油不可置信地看着李叔 走后门这是可以随便说的吗 李叔让姜油几大学府随便挑 喜欢画画进个艺术学院也可以 姜油看李叔这么牛叉直接过分地说道 不上学 直接拿毕业证可以吗 李叔一大耳光就呼在姜油脸上 还可以上天呢 你去不去 恢复平静后李叔慈爱地告诉姜油 去领东学府把那里学习分为不错 毕业后我再给你安排个稳定的工作 然后和姚姚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说完李叔慈祥地看着姜油 姜油却不甘于平凡 李叔我还想事事成为超凡 李叔立马开启暴躁模式怒吼吧 不行 这是你就得听我的 李叔我是认真的 危险到哪里都有 再说你也不能照顾我一辈子是不是 可超凡世界比你想象中要危险得多 不想让你以身犯险 两人面面相去各书几件都互不相让 最后还是李叔先妥协 好吧看你真的了解之后会不会后 总之大三之前想反悔随时来找我 说吧李叔挥挥手就准备回家 姜油还在后面说着风凉话 我说李叔你以后就别再搞那些歪门邪道 可李叔刚走几步又被姜油叫住 李叔我在瑶瑶给我的资料上看到 说超凡者死前要耗尽力量 防止污染外泄硬化成为一种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 就是人已经死了力量也耗尽 但还是转变成了一种 当然能力特殊或存在外物干扰 都可能出现你说的情况 不然李叔话疯一遍 你小子问这个做什么 没 没什么纯属好奇 李叔临走也不忘嘱咐 早些休息 别再出去打架了 姜油摸摸头尴尬地笑笑答应 还有个更重磅的消息是 今年五考提前了过完年 就要开始资质检测 李叔让姜油提前做好准备后就离开了 离奇的怪事和寻夜思的调整 让姜油再次感觉到将有大事发生 女孩正死死地盯着手机屏幕 连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可下一秒 他就被屏幕里的人带去了另一个世界 一个怪物明显 普通人却活不过三秒的暗面世界 姜油在暗面直播击杀怪物 却遭到地中海大叔实锤打假 为此无脑的跟风粉就开始口诛笔伐 满是不堪入耳的诋毁谩骂 这把作为真爱粉的 引发少女气的火冒三丈 他化身正义和无脑粉开启了争辩 姜油为了让谎言不攻自破 他再次潜入了暗面 引发少女则是废寝忘食地和黑粉对喷 可谎话看多了少女也产生了自我怀疑 我家游哥哥不会真的是骗子吧 直至姜油再次进入直播画面 少女才打消了心中的疑虑 可这画面怎么回事 这里又是如此的熟悉 少女不自觉地瞪大了双眼 这里像极了自家阳台 他只感觉身临其境 可曾想自己已经进入到了其中 而且游哥哥赫然就在眼前 没等少女反应 游老六就驮着他跳向大湖 少女感觉虽然自己人是在前面飞 可魂却还在后面追 他鼓足勇气慢慢睁开眼睛发现 刘老六驮着他 用暗影蛛丝穿梭在这熟悉而又陌生的街道 少女也从开始的害怕变成了兴奋 还不由地感叹 大黑游子好厉害 这就是超凡者吗 正当两人愣神之际 一道能量波就朝他们袭来 姜游不自觉地张开双手挡在了少女前面 两人也被这突入起来的攻击狠狠砸向地面 接着一只怪物的大脚就踩在了姜游的胸口 抬头望去 赫然一个八米高的怪物 已经向他们张开了血盆大口 姜游立马伸手发动暗影蛛丝 用身体生生地把怪物弹开 看着飞出数十米的怪物 少女不禁夸赞姜游 不仅又黑又硬而且还很帅 男孩第一次带着陌生美女进入暗面玩耍 可刚进来就遭到怪物的偷袭 这男孩可忍不了 居然用他最擅长的偷袭偷袭他 姜游上去就跟怪物撕打在了一起 看着一旁的女孩心惊肉跳 只见率先发起反击的姜游 一脚狠狠地踹在怪物头上 此时怪物也是抓住姜游的防守漏洞 腹部狠狠地给了他一击 还真是杀敌八百自损八百 一旁的少女不禁感慨 这也太真是太震撼了 这绝对不可能是假的了吧 在怪物换手工来时 姜游已经跳到了空中 并且对他发动了标记和斩杀 怪物还认为是姜游打不过撤腿 嘶吼着就要冲向前换了他 结果就是被姜游绕到身后 一击击穿了他的身体 血条也瞬间清零 看到此目少女非常肯定 眼前的人就是来自北都的刺客 他在目睹了姜游击败怪物后 居然还可对其发动影视吸收怪物 他断定姜游能发射像蛛丝一样的 肯定是因为之前吸收的蜘蛛怪 那现在姜游吸收了这只怪物 岂不是又要获得了新能力了 想到这里他高兴地差点跳了起来 虽然二人近在咫尺 但姜游却从不知道少女的存在 因为这都只是少女身临其境的感受 姜游回家后看着脸上的伤口 还在隐隐作痛 他不得不承认那片区域的一种确实厉害 要不是他已经受伤了 自己也不一定能打赢 忽然手机上的提示 因引起了姜游的注意 打开一看又是这个叫地道的地中海大树 强蹭热度的他又来打假 他指出姜游所战胜的怪物已经受伤严重 即便是一个普通人也能将其斩杀 如若真有实力也不会只找阮氏子眼 姜游关闭了手机 因为现在他可没心情理会这个跳梁小丑 他复盘了一下刚刚的战斗 意识到自己的硬实力确实不够 对付一只一阶受伤的一种都还这么吃力 提升自身实力才是王道 要想不被人背后指手画脚 那就得拥有没人能质疑的实力 男孩用万年寿命换取了无敌的暗影形态 即便被斩下头颅也不会直接死去 而是确定就不活了才会慢慢死亡 自此男孩得通过不断击杀怪物 来变强极延续生命 姜游在击杀了数十只怪物后 全部能力都得到了大幅提升 寿命也增加到了12天 可系统却中肯地评价姜游 看似强大 实则弱鸡 记得姜游对着系统就来了一个顶腹权 你才弱鸡呢 我现在是垂200个路遥遥 50个礼数般的存在 不过姜游自己还是清楚 虽然他在战斗中积累了些技巧 但整体水平还差得远 还得加强修炼努力变强 说着他就把引力聚在右手上 姜游发现本以为是经验条的引点开始消耗 据不完全统计 使用影丝大概消耗三点 开启影同样消耗一点 斩杀标记追猎这些技能都有不同程度的消耗 而暗影形态这种持续状态的消耗 则会根据环境而定 阴影层里是零消耗 现实阴影处是低消耗 可阳光充裕的光明区则是高消耗 想到这里姜游收回了引力 话说马上就要进行资质测试了 姜游又惆怅了起来 他不自觉起身走向阳台 姜游清楚即便别人具备超凡天赋 大戴也只相当于自己体内 赢点一到三点十的程度 自己就算不变强 目前的实力也足够震惊他们 可所谓木秀鱼临峰必摧之 太过招摇换换来的结果则是多方济语 所以姜游指添大吼道 低调老子偏步 装我也要装拨大的 反正有李叔照着我怕啥 虽然楼上炒成这样 楼下娇花的大爷却非常淡定 这娃指定有点毛病 每天一小风三天一大风 虽然姜游只能活十二天了 但他还是决定拿出一天放松一下 他跟陆瑶瑶和几个同学逛逛街 可他却低估了女生的逛街能力 说好的就逛一个钟头 可一晃一上午就过去了 姜游彻底崩溃 再这样浪费生命 我活不了几天了 大过年的不要开这种玩笑 不吉利 姜游低声嘀咕道 我没开玩笑 不猎杀我就快死了 虽然小声还是被一旁的小胖听到 吓得他满脸惊恐 还好此时陆瑶瑶他们买好东西出来 才缓解了这紧张的气氛 可离开的四人却还不知道 一股黑色的雾气已经跟上了他们 男孩非要请同学吃大餐 可女孩只是看了眼菜单 就被吓得瑟瑟发抖 菜单里竟是蒜蓉生蚝 青蒸生蚝 烤酒菜 青蒸牛鞭等大补制菜 姜游熟练地拿起菜单点到 烤面包 酱油炒饭 蛋花汤 还有这些炒素菜 一旁看戏的陆瑶瑶心想 都点些什么呀 原来点的都是些普通菜 我还以为他要点 没等陆瑶瑶多想下去 姜游就合上菜单跟服务员说道 刚才我说的这些都不要 其余的各上一份 生蚝刺身要最大最新鲜的 陆瑶瑶看着满桌子的菜心想 还真是江山一带本性难移 看到生气的陆瑶瑶 姜游立马加了个最大的生蚝递给他 别生气了 这个最大的给你 不然手机里的信息打断了他们 原来是无考检测的时间又提起了 同学们也纷纷看着手机感慨 不但是强制无考 还接二连三地提前 看来今年就别想安心过年了 姜游拍着小胖说道 别担心你的资质肯定过不了筛选 小胖虽然心里已经问候了 姜游的祖宗千万别 但嘴上还是客气地说道 我谢谢牛 小胖也讲出了自己的童年遭遇 他七岁时曾被一只一种小鬼缠上 虽然一种已经被消灭 但自己也染上了病症 和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 姜游无情地嘲笑道 你那就是所 要我当场就把那一种干费了 陆瑶瑶立马打断 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神经大条啊 不过逃避心里 鸵鸟心态 这是大部分人都会有的状况 即便表面上看着大家都跟没事人一样 其实一种留下的心理阴影始终存在 陆瑶瑶话音刚落 瞬间活跃的气氛也变得无比寂静 姜游第一个没心没肺地说道 行了别阴沉着脸 来干杯 说罢姜游就率先举起了水杯 忽然报警铃声响起 众人纷纷都望向了铃声响起的方向 陆瑶瑶忽然变得脸色阴沉 是 是污染探测器的报警声 是一种 一种侵入了商场 男孩在洗澡时不小心觉醒了暗影之力 通过修炼他已经拥有可对抗神明的实力 可今天未知的恐惧却让男孩冷汗直流 就在刚刚好不容易休息一天的姜游 带着陆瑶瑶他们来吃个猛男套餐 还没等冬快 几人就被污染探测器的报警声打断 此时无知的人们还在漫不经心地逛着街 直至人群中一人大声喊道 一种来了大家快逃 瞬间人们就像潮水一样涌入出口 看着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杂乱无章的人群 小胖绝望地说道 不行人太多了根本挤不进去 陆瑶瑶安慰道 先别慌大家都冷静点 肯定能出去 还没说完陆瑶瑶发现一个残影从眼前闪过 只见姜游背身一拳 直接在墙上砸开了的大洞 此时陆瑶瑶看着不靠谱的姜游这么靠 不禁在一旁泛起了花痴 姜游手舞足蹈的大喊 愣着干什么 快从这里跑出去 可小胖已经被吓得两腿发热 要两个女生搀扶着才走的洞道 姜游则化身护花使者 在身后为他们保驾护航 可刚出来就看到一种已经从裂缝中钻出来 三分钟就就化成实体出现在面前 姜游看着眼前的一切陷入了犹豫 现在出手的话人太多了 自己的暗影形态可能也会被当成一种 他不再犹豫 立马拉着陆瑶瑶就开始逃跑 可人实在太多了 不管哪个方向都拥挤不堪 陆瑶瑶还在观察 商场这种人口密集的地方应该都做了防护措施 怎么一种这么轻松就闯了进来 姜游提醒他 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赶紧逃命吧 幸好一种钻出来还需要时间 可突然的震动让大家都呆愣在原地 意识到不对的姜游大喊道 快抓紧我 这里要他了 但随着一声巨星 大家纷纷随着楼板的碎势开始下坠 瞬间粉尘就淹没了视线 姜游步不得身上的疼痛起身寻找伙伴 陆瑶瑶和另一名女同学倒还好 只是轻微擦伤 可小胖却被水泥柱子压住的左脚 三人赶忙冲向痛苦倒地的小胖 姜游也步步地隐藏实力 轻松举起了数百斤的水泥墩子 小胖的脚已经被砸得90度弯曲 此时小胖已经疼得满头大汗 幸亏陆瑶瑶随身携带了止痛药 以为是自己产生幻觉的小胖突然发问 这是哪儿 天怎么突然黑了 就连见多识广的陆瑶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只感觉一股诡异的阴森 姜游摸摸地板发现 他们还在商场 现在应该还在之前的楼层里 忽然姜游感觉非常的舒适 他满脸镇静 不可能 这里怎么这么熟悉 而且感觉很亲切 他环顾一下四周才发现 整个楼层都被怪物拖入了阴影层 而且四周都是一片狼藉 还有很多被困的普通人 阴影层里没有交通工具 等巡业人赶过来 还是需要不少时间 即便有巡业人在附近 可这些普通人就算不被怪物吃掉 这里的污染也足以要了他们的命 姜游非常的清楚 现在能救他们的就只有自己了 姜游提醒陆瑶瑶 让他快点带上陆霸给他的手盖 这样不仅能准确定位位置 还能抵御一些阴影层的污染 同学们也像抓住了救命稻草 最起码看到了些许希望 可相比其他人就没那么幸运 有的已经被怪物盯上 有的已经开始慢慢被污染 可对他们来说更可怕的是 对未知领域的恐惧和恐慌 姜游清楚陆瑶瑶的手环 也只是暂时的 只有脱离这里才算安全 他立马摆好战斗姿势 接下来随时可能有一种袭击 自己可不能放松一点警惕 正当姜游自觉已经做好万全准备事 一股强烈的压迫感就向他们袭来 几人瞬间感到窒息 姜游也不禁心里一颤 男孩有被影子的事情就快瞒不住了 即便男孩再不想 在人群中暴露自身实力 可为了保护自己 最在乎也迫使他不得不出手 半死了一声巨型 周围的威压也随之消散 只留下贪软在地的陆瑶瑶呼喊的同伴的名字 听到呼唤的女同学先找到了陆瑶瑶 烟雾消散后小胖也出现在了视线 可不管他们怎么呼喊和寻找 就是没见姜游的身影 只发现刚刚姜游所在的位置 出现了个白米巨坑 在巨坑下 一个引发少女正同昏迷中慢慢苏醒 起身发现周围不单成为了废墟 而且还充满着诡异和阴森 少女只感觉全身疼痛 逐渐恢复意识的他 努力回想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依稀记得 他和同伴逛商场时忽然听到警报声 他们跟着人群跑着跑 就莫比奇妙地掉到了这里 想到还有个同伴 少女开始大声呼喊起他的名字 此时少女的手好像碰到了什么 黏黏糊糊的液体 他本头望去 竟然是面部争鸣 只剩半截身体的同伴 少女被吓得单场愣在了原地 可这还不是最恐怖的 更恐怖的是 此时怪物已经在他身后 举起了死神的镰刀 少女满脸不甘地回头看去 看到怪物嘶吼的面孔 少女知道自己要死在这里了 原本以为远在天边的灾难 居然已经近在眼前 他多希望自己是电视里的女主 而此时自己的王子 能出现救下自己 可见识又怎么可能呢 女孩闭上双眼默默地等待着死亡 怪物的镰刀划破了寂静 血液滴下的滴大声清晰可听见 滴血的声音 少女不相信地揉了揉眼睛 眼前赫然是个黑大哥挡在了他身后 接住了怪物展向自己的镰刀 少女被怪物盯上 马上就要死了 就在他都想好了 投胎要做什么致敬 一个浑身漆黑的男人 接住了展向他的镰刀 酱油用力一甩 怪物就被弹出了数米远 女孩盯着眼前的黑王子 留下了激动的泪水 酱油对着怪物发动了银爪形态 此时他不当拥有吞噬能力 杀伤力也大幅度强化 并兼具高激动性 还没等怪物反应 酱油已经快速移动到他的头顶 肉眼根本跟不上酱油的攻击速度 只能看到一缕缕他留下的残影 怪物才刚接触 还没等发动攻击 就被酱油击飞 持有用力找插入地下 怪物才勉强地让自己的身体停下 怪物喘着粗气怒视着酱油 女孩看着如此强悍的酱油 都已经想到两人以后孩子叫啥 酱油要再次攻击时 却被女孩叫住 饭花痴的他显然已经忘记了 还身处危险 上去就开始动手动脚 酱油好心提醒他白丝花了 他却娇羞地回道 讨厌了 油哥哥你看哪里了 搞得酱油这老直男都不好意思 接着他又画风一转说道 不过油哥哥喜欢的话 我可以回家换上新的给你看哦 此话一出 酱油立马来了兴趣 通黑的身体都无法掩盖 他流出的哈拉 真的吗 嗨斯怎么样 别说嗨斯了 不穿都可以哦 搞得一旁的怪物一头雾水 这是被无视了 他怒吼得好像在说 我们正在泥死我国的战斗 你们能不能尊重一下我 酱油这才从幻想中反应过来 撕不撕地待会再说 我先去灭了他 看着又黑又硬的酱油 女孩再次泛起了花痴 酱油则化作暗夜的游灵 慢慢潜入了地下 猎杀时刻开始 即将战死的男人 满血复活警绪一句话 只用美女对着他讲 哥哥加油迎了回家给你看 嗨斯 酱油瞬间来了精神 他化作游灵潜入了地下 怪物看着酱油突然消失在地面 满是疑问和不知所措 就在怪物愣神的瞬间 酱油的蛛丝已经穿透了他的脑袋 瞬时一拉 就像钓鱼一样 怪物就被拉到了空中 酱油瞅准时机一跃而起 对着毫无防备的怪物发动了营爪 打完收工 一套动作一气喝成行云流水 只是力道和精准度差了点 不然直接就是秒杀了 酱油转身再次冲向怪物 准备给他的痛快 突然两个攻击袭来 足足把酱油击退了数米远 酱油看着眼前的一幕 瞬间吓出了一身冷汗 又来了两只怪物 加上刚刚的大残 现在是三只那就有点不好对付 酱油在思考 是逃跑呢 还是逃跑呢 还是得快速逃跑时 一旁的小姐姐对他大喊道 由哥哥加油 嗨嗨嗨嗨 酱油瞬间漆黑的身体变得通红 也有了毁天灭地的自信 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 他找准一个怪物就迅速出击 为一旁的同伴看穿 酱油只能依靠猪丝狼被逃走 知道酱油身体腾空无法躲避 另一个已经在空中 摆好架势等了他 酱油只能迅速收回猪丝 把他捆绑在攻击他的怪物触手上 然后以他做支点 忽然地向怪物发动迎找袭击 酱油抓住机会化被动为主动 一击就挫伤两只怪物 自己还跳出了伏击圈 就在他洋洋得意时 第一只怪物已经在空中袭向了他 毫无防备的酱油根本来不及躲闪 肩膀被怪物触手狠狠击中 真是大意识惊舟 酱油一个后踢让自己高高跃起 迅速跟怪物拉开距离 还好酱油暗影形态下自带治愈功能 但怪物会打配合确实很棘手 自己最多也就能牵制两只 这样打下去根本没有胜算 他立马发出蛛丝想用开始的方法 先干掉一只 可曾想即便是背后偷袭 也被怪物歪歪头躲过 酱油立马感觉不含而立 怪物不仅能打出完美配合 还能轻松识破他用过的攻击 就在他犹豫的瞬间 三只怪物已经配合着冲向他 酱油看着他们组合着的攻来 本想潜入地面躲避 可他们的动作实在是太快 根本没给机会 自己只能被动挨打 血量更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 酱油清楚再不做出反击自己就没了 可怪物的攻击和配合毫无破绽 那就只有自己卖出破绽 引诱一只靠近自己了 酱油挑了支血量 最少地把后背露给他 就在他攻击的瞬间 酱油转身同时发动了标记和追猎 现在自己的凶名已经提升 不但提升了标记失常 恐惧效果更是能暂时 使怪物丧失思考能力 当一只怪物失去了思考能力 那无懈可击的配合也就不复存在 酱油瞅准时机指导黄龙 完全没给怪物反应 就已经捏住了他的内核 再来一个斩杀 怪物连叫的机会都没有就已死去 系统立马提示 追猎成功 暗影形态得到加强 并提高自身愈合速度 再次开启暗影形态 可获得持续恐吓和双倍经验 在系统提示的同时 酱油身上的伤口也愈合得差不多了 酱油死死盯着剩下的两只怪物说道 现在就该你们俩了 小垃圾 只因男孩把影子穿在了身上 就被同伴物以为他是怪物要宰了他 还好此时有怪物想偷袭 男孩才幸运地躲过了一劫 经常跟怪物战斗的人都知道 趁你病要你命的道理 酱油通过露出破绽 成功诱杀了血量最少的那只怪物 怪物看到同伴被击杀后 还被对手吞噬 吓得他们瑟瑟发抖 愣在原地谁也不敢动他 酱油看着自己上涨的血量嚣张地问道 怎么不拿出刚刚的气势一起伤 难道是怕了 说罢酱油就弹射起步冲了出去 你们不上那我可上了 忽然一速耀眼的金色光芒 在他和怪物中间发散出来 酱油不自觉地停下了攻击 啥情况 阴影层还会有光 更奇怪的是 为何自己有一种想扑上去干他的冲动 随着光源慢慢靠近 依稀可以看出是一团燃烧的火焰 两只怪物像原始本人一样 无故一切地冲向火焰 可还没冲到跟前 一只怪物就被看不清的攻击直接斩杀 是寻夜司的救援感到 玩火的就是队长宋庆安 他的技能勇然地聚火 随用后可绽放出柔和的光芒驱散阴影 当然杀伤力也是不可小觑 忽然宋庆安把光速聚集在指尖 并且对准了酱油的脑袋 吓得姜油立马大喊 别开枪自己人 怪物看到宋庆安放松警惕 已经悄悄咪咪地摸到了身后 可宋庆安警抬起了对准姜油的手指 怪物就瞬间灰飞烟灭 姜油看着这一切还在后爬 刚刚那一下打在自己身上 那灰飞烟灭的就是自己了 寻夜人队长的实力真恐怖 都没动位置就一下死一个 他立马上前套近乎 老兄 你们再来晚点战斗都结束了 道歉来晚了 隔下室 我是谁不重要 那边的女生受伤了 麻烦你们照看一下 女孩一惊 啊等等 你不是要送我回家吗 此时姜油已经使用暗影形态 潜入了地下 你就跟他们回去 我身为寻夜人得以工作为先 可实际的内心独白事 还送你回去呢 再留下被他们当成一种 不直接原地去世 白白的你呢 姜油就这样 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 潜入了地下 反应过来的队长询问属下 我们私里有这号人吗 没有 他好像最近很火的一个主播 能力阴影者的分支 实力不强大概一阶左右 一阶 忽然宋庆安便地严肃起来 自己手里的聚火 早已把阴影曾驱散 而姜油就这样 当着他们的面大摇大摆消失 这是一个一阶的散人能做到的 回去得好好查查这词 看着快到手的油就这么游走 气得引发少女顿足垂胸 男孩只是在儿时 帮女孩挡住了 欺负她的高年级学生 从此女孩就对男孩至死不渝 什么事都敢跟她一起干 即便拿着个碗 去大街装小乞丐乞讨 女孩也不落下 女孩还要跟男孩 比撒尿就不提了 这个老粉都听多了 就在大灾来临时 陆瑶瑶同样不愿独自离开 而是留下寻找失踪的姜油 即便已经被周围的环境下的全身发抖 她还是在死人堆里 轻声喊着姜油的名字 她用手表的微光翻找着每寸土壁 心中一直默念着 姜油你可千万不能有事 忽然黑暗中一只手伸出 我在这里 快来拉我一把 我感觉胸口好闷 快喘不过气来了 陆瑶瑶立马过来帮姜油 清理身上的石头 你怎么会被压得喘不过起来 可看到姜油背上的伤口 她又担心了起来 你这这么长的伤口 也是石头砸的吗 姜油却不敢说话 因为这可不是什么石头砸 而是被一种砍了 姜油立马转移陆瑶瑶的注意力 赶忙询问其同学们的状况 寻业人来救援了 他俩受伤就先让他们出去了 所以你是特地留下来找我了 不然呢 要是你出事 我可没法跟李叔交代 虽然陆瑶瑶嘴硬说 是怕没法跟李叔交代 但姜油知道 其实他就是单纯的担心自己 姜油不自觉地流出了感动的泪水 姚姚 揍完姜油就一把把陆瑶瑶搂进了崴里 这突如其来的拥抱 让陆瑶瑶忽然心跳加速 可有老六却坏坏地把头往下缩了锁 你干嘛 快送手 我好怕怕 刚刚看到了好多一种 拿着大砍刀到处砍呀砍 姜油越说越害怕地把头往里拢 不管陆瑶瑶怎么推他也不放手 直至一个声音传来 姜油才拔出头看向声音的方向 来着是寻夜司的救援 他也被两人刚刚的举动羞红了脸 陆瑶瑶抓住机会一把推开了姜油 寻夜人也当即提出送他们出去 因为这里打情骂俏实在太危险了 陆瑶瑶立马跟上了寻夜人的步伐 只留下了欲哭无泪的姜油 因为他失去的实在太多了 银发小姐姐的嗨思 刚刚的温柔香 还有刚刚忘了吞噬那几个一种 现在他可爱的影点已经见底了 这个男孩只因在阴影层里调戏青梅竹马 就被带回了最高站立机构寻夜司 他看着昏暗的灯光和桌子上的靠子 不免也在心里泛起了嘀咕 可审问他的李源小姐姐却很温柔 此次事件影响不小 按照正常流程 事件经历者需要寻夜司的心理辅导治疗 治疗效果会持续一个月时间 而在这期间如果进行无考检测 意志力滋质的判定成绩将会大幅下降 姜油心想原来带我进来是为了这事 我觉得我心里蛮健康的 不进行治疗可以吗 小姐姐当场就否决 一种的污染性隐蔽且危险 等爆发时就已经迟了 所以治疗不但是必须的 而且也是强制的 姜油也不是不想配合 只是十几天后就要无考了 在这里待一个月那不是黄花菜都凉了 可小姐姐却让她把心放在肚子里 现在就可以申请提前无考检测 在寻夜司内进行提前检测 成绩录入系统与正常检测流程相同 说吧小姐姐就递给姜油一张申请表 联系家长签订提前检测承诺书即可 放心检测设备都是一样 且公平公正 安全性等方面 寻夜司都可以做出保证 姜油低声地回到 我监护人救我叔叔 他就在寻夜司上班 小姐姐认真的开始记录 麻烦具体说一下 李叔叔在哪个区什么植物叫什么名的 姜油依稀只记得李叔说过 他好像在东区总司做普通文员 名字叫李寻光 李寻光这个名字一出 小姐姐吓得立马站了起来 脸上也满是震惊 他再次跟姜油确认 是不是木子里 三点水的寻光明的光 不会是要帮我走后门的是报 现在已经被革职查办了吧 小姐姐也是被姜油的脑回路惊到 立马白手表示当然没有 说吧他就转身告诉姜油 我还是直接带你去见他吧 姜油看着这里富力堂皇的大厅 和寻夜人训练的影像 他不由地张大了嘴巴 这就是寻夜司总部吗 果然是不同凡响 忽然一个声音 让姜油瞬间紧张了起来 迎面走来的两人 正在讨论调查刺客油的话题 好在他们目前还没任何头绪 察觉一样的小姐姐立马回头询问姜油 姜油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道 第一次来寻夜司有些紧张 可心里却是在想 麻烦了他们要开始调查我了 不一会小姐姐就把姜油带到了接待室 他让姜油先进去休息 他去找李勋驶过来 姜油进去后发现里面全都是老熟人 可他们却对刚刚进来的自己视而不见 而是在谈论着什么 只见路遥遥猛然起身激动地问道 真的 你真的遇到那个刺客油了 引发少女却显得很骄傲 当然了 他还救了我呢 男孩洗个澡的功夫 就不小心觉醒了暗影之力 他本想着隐瞒着大家就这样过来 可为了碎银脊梁 他还是没忍住去阴影层直播打怪物 为此他还收获了一波小迷妹 其中最为代表的就是引发少女 和青梅竹马的陆遥遥 可在直播时男孩都是处于暗影形态 并且化名刺客油 所以即便看到本尊他们也认不出来 两人还在津津乐道地讲着刺客油的故事 陆遥遥看到姜油进来 也只是顺便指了个位置让他坐下 然后迫不及待地让小迪接着讲 我看到刺客油和十个一种听杀 只见他气定神险 刀光剑影中瞬间将一只一种斩杀 就在一种被杀的无力招架的时候 巡夜人感到 油哥哥便消失于暗影 深藏公与名 论讲故事还得是小迪 把陆遥遥听得一愣一愣的 只有作为当事人的姜油心想 我怎么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厉害 忽然姜油的目光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吸引 无自觉就飘了过去 姜油暗下决心 那看在袜子的份上 我就原谅你了吧 一旁的陆遥遥却认真分析着这个刺客油 话说这个刺客油到底是什么身份 听你说的不像是巡夜司的人 小迪觉得他肯定是个学生 虽然他出现时身体通黑 但感觉就跟我们年龄相仿 最关键的是他喜欢看你孩子的腿 直勾勾的丝毫不加掩饰 就像这位小哥哥一样 这眼神还有流口水的样子 简直一模一样 姜油忽然惊出一身冷汗 不是因为怕他们认出自己 而是只见陆遥遥已经揪着姜油的头发 举起拳头大吼道 死姜油你真是死性不改 拳头落下 大门就被突然砸开 陆霸气喘吁吁地问道 没事吧 听说你们被拉进阴影层了 陆遥遥拉着姜油的大脸回道 我没事 这家伙也没事 就只是这家火皮又痒了 李亏的姜油只好一旁不好意思地配笑 陆霸看两人没事这才放下悬着的心 并让他们跟自己来一趟 陆霸叫他们来是想告诉他们 受到这次事件的影响 他们要提前进行资质检测 多到这里陆霸不自觉地救 掏出一只马赛克放到了嘴里 可发现陆遥遥边假装可揍边盯着他 作为女儿奴的陆霸 只好灰溜溜地把马赛克放下 并向他们耐心地解释 能力测试又成为初觉醒 学生们会通过承受污染的方式 初步觉醒能力 这个测试相对没什么风险 主要是根据能力特性分配学生的专业 随后进行意志力资质测试 测量对象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意志 而这个测试才是决定 你能不能成为超凡的关键 男孩子是暗影形态下的自己 可以怼天怼地怼空气 但自己拼尽全力才勉强打败的惯物 巡业人却只需抬抬手 就被扭灰飞烟灭 能量他们想要灭了自己 也是只需抬抬手的事 这差点把姜油都搞自闭了 经过陆霸的知识普及 姜油才知道 他们之所以这么强 跟严格的选拔离不开 资质检测时就会注入污染 让其初步觉醒能力 再根据能力特性分配专业 随后就是意志力检测 测量对象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和意志 这才是决定能不能成为超凡者的关键 姜油不解的问道 那也就是说越是坚强的人越厉害 可得到的答案却是不一定 有人即便能承受断臂之痛 却资质平平 有人虽然整天嘻嘻哈哈 却拥有顶尖资质 意志力并不仅仅在于忍受疼痛的能力 还包括向善的信念和对恶念的抵抗 反正没有一个完全的定义 姜油立马举手提问 那三观对意志力有影响吗 这问题把陆霸也搞得一头雾水 陆瑶瑶立马补刀 比如某些人满脑子都是女生的头 姜油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还在为这生气呢 陆霸却没理会他们小孩的打闹 继续给他们普及 正值得三观对检测结果的正面影响不大 可三观扭曲的人总是充满负面情绪的话 检测数值是肯定会很低 恶念会将人拖入深渊 极端负面情绪已经算得上是一种污染了 长时间积累 甚至比一种带来的污染还要隐蔽及根深蒂固 陆霸还不忘提醒他们 有什么负面情绪要及时发泄出来 压在心里只会把人压垮 姜油不自觉地开始挖掘 看自己有没有负面情绪 可满脑子都是嗨死美女大长腿 他也不清楚这算不算负面情绪 但他还是打算出去后找个会所暗暗脚释放掉 顺便进化一下自己污浊的心灵 只是满嘴流出的哈喇子 确实让陆瑶瑶嫌弃的不要不要的 普及完这些路霸也得去忙工作 检测的事情他也安排妥当 临走他突然想起 对了小油你李叔在外出任务 估计暂时回不来 有什么事找我 你们都不要太勉强自己 一切顺其自然就好 姜油轻松地做了个敬礼的手势 可陆瑶瑶看起来还是有些紧张 他们回去后发现 空旷的接待室就只剩下了小迪一人 小迪告诉他们 其他人都跟着家人去办手续了 自己是父母做生意没在本地 只用电话确认后远程签字 所以他办得很快 办完后就独自在这里等他们 说话间唐悠悠也推着小胖进来 小胖还在不停地夸赞 太神奇了 这腿喷完荀叶丝给的药 你猜怎么着 哎 不疼了 男孩一不小心就让影子跑了出来 为此他还获得可灭神的暗影之力 可还没等成长起来 怪物就开始相继入侵 为了更好的保护来之不易的安全之地 荀叶丝开始急速扩张 对即将步入大学的青年强制武考 即便像小胖这样 已经断了一条腿 也得参加武考 作为朋友 姜游和陆瑶瑶满脸的不可置信 可小胖却微笑地说道 放心吧 他们说不影响检测结果 却被唐悠悠一语揭穿 别看他一脸轻松 刚才还躲在角落窟呢 搞得小胖满脸干大 此时填好检测承诺书的人们 也纷纷返回接待室 可他们的脸上却看不到一点喜悦的表情 甚至有人已经哭出了声音 好多人都只想过平静的生物 今天过后 他们的后半生也将不再平静 说怕间监考老师李源已经来到跟前 好了 人到齐了 我们直接进入正题 待会的测试分为两部分 分别是能力测试和意志力测试 能力测试会按发展潜力 破坏力和使用代价的 分为下位中位上位和最上位 而意志测试则根据对精神污染的抗性 分为白色绿色蓝色紫色红色 以及橙色六界 往年一阶白色天赋不用参加武考 今年只要具备一阶白色天赋 就必须参加 超凡能力的判定 会根据能力和意志力综合判定是否合格 拥有足够的意志力 再弱的能力都有可能逆袭 相反能力测评再高 意志力资质不达标就只能去干文职 大致就是这些 没有问题就都跟我来吧 接着众人就被带到了检测的地方 将由激动的第一个上前 隔着玻璃观看里面的情况 可检测的仪器却被翻不盖得严严实实 啥也没看出来 忽然门口的喇叭响起 喊到名字的就进来 唐悠悠 第一个是她 这让一向胆小的唐悠悠始料未及 当大门打开时 她已经紧张得两腿发软 只有在江游他们这些同学鼓励后 她才慢慢调整回来 当唐悠悠战战兢兢走到跟前后 主考官一把扯掉帆布 里面赫然是一个散发着诡异能量的水晶 主考官面无表情地说了句开始 随后灯火通明的测试房间 忽然被关闭所有灯光 同学们都好奇地凑上前观看里面的情况 陆瑶瑶一眼就看出应该是先测试意志力 江游看到测试方法后却显得一脸轻松 这点程度的黑暗 在阴影层自己早就适应了 只见唐悠悠被蒙住了双眼 腿上还绑着快会发光的金石 大水晶正不断向她释放能量 随着时间的推移 水晶释放的能量也越来越多 明显看得出唐悠悠已经招架不住 伴随着一盏灯被打开 也意味着此次考试结束 可这耀眼的光芒驱散水晶发出的能量的同时 也照得众人睁不开眼睛 唐悠悠刚出来 同学们就围上去询问情况 唐悠悠却是满脸无奈 很遗憾我没有意志力天赋 亏我之前还做了大量意志力的训练 小胖不可思议地吼道 什么 原来你早就想报考超反了 还专门做了训练 唐悠悠也不装了 是啊 结果被打脸这下你开心了吧 忽然喇叭响起打断了二人的争吵 下一位刘玉强 小胖立马闭眼开始拜会了十八路神仙 唯一的要求就是让他们保佑自己不是超反 唐悠悠还在后面说着风凉话 不用祈祷 就你这怂样肯定不是 伴随着关灯开始检测 检测好后墙灯打开 小胖的检测也完成了 可出来的他却是全程黑脸 小胖生无可恋地说道 通通通过了 唐悠悠瞬间时 就如万眉击中一本 两个都有了想死的心 想过的没过 不想过的却过了 这就是命完 忽然铃声再次响起 下一个就是陆瑶瑶 陆瑶瑶深吸一口气 虽然自己的愿望是做歌手 既然处于末世不能实现 那即便是成为超反者 自己也将全力以赴 果然陆瑶瑶进去后所释放的能量 和散发出的光芒都不一样 陆瑶瑶绑腿上的金石 所散发的是红色光芒 姜游看着眼前的这一切分析 之前胖子发的是绿光 那从意志力一阶到六阶对应的颜色来看 姜游忽然瞪大了眼睛 那陆瑶瑶的红色就是五阶 果然是完美的继承路霸天赋 才第一次检测就接近满阶 姜游嬉皮笑脸的问道 有这么累吗 看你气都喘不上了 待会进去你就知道了 姜游直接走到陆瑶瑶跟前 你这么一说我还有点害怕了 给点动力呗 来嘴一个 陆瑶瑶撕扯着让姜游滚开 铃声响起 不出所料下一个就是姜游 他故作轻松的向大家挥挥手 该我我先走了 虽然不给嘴 陆瑶瑶还是叫助姜游给他打气 别看姜游尽量的表现的轻松 看得出他明显还是有些紧张 监考老师看着姜游的简历不由的问道 觉醒过能力吗 觉醒过 然后递给他一个小药品 让姜游把药喝了 忽然监考老师才反应过来 什么 你觉醒了 姜游漫不经心的告诉他 对啊自然觉醒 也不怪老师这个反应 因为自然觉醒的一年 也不一定碰到你 穿上设备后 姜游紧张的直冒冷汗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监考老师走到后面告诉他 不用紧张跟着感觉向前走 你的能力已经觉醒 前进过程中会感觉意识跟身体逐渐分离 不要管那些你只需不断前进 说完就用手轻轻推了姜游一下 姜游身体虽然才微微倾斜 可人意识却像跌入深不见底深渊 完全没有要停下的意思 只因男孩的影子会写字 同样的无考测试 男孩的就要比别人难上百倍 即便意志力接近完美的青梅竹马 也是分分钟就测试完成 可姜游进去后就像身处暗面的海洋 完全没有一个立足点 不知过了多久他才慢慢落在底部 这里跟之前他去过的暗面不一样 姜游伸出双手虽然可以看见 但完全感觉不到身体的存在 可跟身体的联系感觉又是那么的清晰 姜游在这里跳来跳去 做着各种诡异动作 可他不知道 在现在世界里的他 看上去活脱脱就是个大傻傻 直到监考老师看不下去 让他别跳了快完成考试 姜游才停下 姜游顺着水晶方向就大步跑去 心想不就是走路吗 这样太简单了 不然结实的地面就像液体一样 姜游不自觉地在往下沉 身体也变得越来越重 就连呼吸都困难了起来 姜游就像溺水的孩子 无助地在向水底沉去 他清晰感觉到是什么东西 在影响着他的情绪 不知是愤怒或是悲伤还是绝望 姜游努力地甩头让自己清醒 克制不被这些情绪影响 小游 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惊到了姜游 是李叔 李叔严肃地说道 小游 你的心性无法成为超凡 你会害了别人也包括你自己 姜游迅速跑开 他知道这只是自己的幻觉 即便李叔在严厉 也不会用这种语气对自己 可不管姜游移动到哪里 李叔都会挡在他前面 他就像唐僧念经一样 在姜游耳边念叨 你应该知道你没这方面的资质 你本可以好好生活 何必去追求超凡之路 超凡者的强大从不是力量 而是强大的精神意志 说着他就指引着 把姜游带到一个地方 他指着前方画面说道 大舟山河破碎一种思念 现在已经岌岌可危 你是否真的能像他们一样 即便知道会死也前扑后继吗 姜游只见画面里的怪物 怒吼着重重一击 就是地动山摇 怪物抬抬手 城市中的百米大楼就瞬间倒下 即便隔着屏幕 产生的威压也让姜游站着都困难 刚刚冲上去的巡夜人 就像纸片一样轻轻就被撕得吸碎 然后化作一团团血雨洒在姜游面前 姜游恐惧地用双手抱住了头 即便知道眼前的只是影像 但现实的战斗可比这样残酷得多 李叔却在一旁点着马赛克云淡风轻地说道 这就是超凡者的结局 眼看姜游已经有所动摇 李叔继续加码 你真的想成为他们吗 别自欺欺人了 你其实只是想出风头 就跟无数幻想 成为超级英雄的普通少年一样 赖床 不愿早起 厌血 贪婉 喜欢漂亮的异性 不喜欢长辈的唠叨 特立独行 自觉有自己的想法 标新立异 往往觉得自己有很多地方和他人不同 喜欢出风头 渴望更多人关注 没什么本事 依旧相信自己能出人头地 其实你知道的 你并不特殊 你和大部分同龄人都一样 李叔讲的句句在里字字扎心 就当将犹要陷入自我怀疑时 某位有光出现过的暗面 却出现一缕星火 只见已经牺牲了的凌风 抬着火把慢慢走来 这世界的暗面不止阴影层 即便头顶烈日高雪 总还有照不到的灰暗 暗流涌动的世界 虽不像童话故事中那样美好 多少人甘愿赴死 或只为了守护那一缕希望之光 即便坠落 他也会在黑暗中燃烧 在大战面前他不从退缩 无数个星星之火 并可烧去笼罩的阴霾 此时江游似乎走出了刚刚的死循环 他脸色已经褪去了恐惧 李叔也一改刚刚的态度温和地问道 你能成为一名超凡吗 虽然江游没有直接回答 但他似乎已经有了答案 眼看江游在里面遭受着灵魂考验 可在外面看来 他就只是在原地做着些奇怪动物 眼看一个考生耗时这么长 女老师也好奇地过来询问 可得到的答复是 看来不行啊 一直在兜兜转转的 虽然墨冤石来自深渊 他的污染不是人人都能承受 但资质好的人 还是能顶着压力前进更多的距离 男老师在看看江游继续说道 目前来看这个江游是没什么希望了 两个老师都感慨 这么好的苗子意志力这么差可惜了 不然女老师被什么吸引了目光 他大声说道 你看变红了 男老师也不可思议地回头望去 只见江游腿上的金石慢慢开始变红 同时墨冤石也发出耀眼的新红色 这让一旁的两个监考老师惊讶不已 不可能 这离墨冤石还远着呢 这距离就能达到五阶 那岂不是 还没说完一旁的女老师就拉住他问道 你猜他能不能到六阶 可男老师却咽了咽口水不敢做大 毕竟整个大洲几十年了 能达到六阶的也寥寥无几 江游这边也在奋力走向墨冤石 越靠近承受的压力就越大 此时男老师却惊奇地发现 墨冤石散发的光在慢慢减弱 他不敢懈怠 立即到仪器前检查设备 但设备却一切正常 此时的江游还在举步维艰地走着 而本应该越来越浓郁的新红色 却在慢慢地消失 这也预示着江游的意志力在不断减弱 这现象也是前所未见 只见江游伸出右手 就要去触碰墨冤石 这可吓坏了两个老师 就连六阶意志力都做不到 更何况他还没到六阶 惊讶间江游已经触碰到了墨冤石 而且还是整个手掌都按了上去的那种 江游耳边再次响起一个声音 去吧不要再想什么超凡了 想想你身边的家人和朋友 你又怎么忍心丢下他们 再想想你最真实的人 他为你付出了那么多 而且又那么的美丽动人贤良舒德 你就忍心丢下他独自离去 江游不自觉地就牵起了鹿摇摇的手 这就对了和他幸福地过完余生 那里才是你的归宿 江游忽然意识到 这只是意志力考验的最后一关羁绊 他大喊一句 够了 手上一用力直接捏到了墨冤石 就只知道在我耳边刀逼刀逼刀 你不烦我都烦了 就这点程度还想诱惑我 好歹也得给整个后宫吧 这次是真的完大发了 仅仅是靠近就能让人意志崩溃的墨冤石 男孩却直接触碰了上去 他在单手用力 整个墨冤石就被捏得吸碎 不过尹江游还再次进入暗面空间调侃到 说实话 刚开始我还真被你给唬住了 甚至有些钻牛脚尖 的确 一开始我就是想当大英雄 还是没事就出来装十三的那种 但世界从没有天降的英雄 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我们眼前的和平与安定 正是他们的默默付出换来 这一次 我不想再躲在别人的庇护之下 说着江游就接过了 用希望意念剧化出来的火炬 本已只剩一点火苗的火炬 在江游手里却绽放出无限光芒 就像是要燃尽这世间一切黑暗的希望之后 所有的守护永远不可能是逃避 而是当你成为巨人后勇敢站到前面 能把真实的人都护到身后 为他们扫进黑暗 我会成为那不灭的火焰 将这无尽的黑暗点亮 虽然这里的李叔只存在于江游的意识 可也能切实感受到这撒在脸上的暖 此时在另外一个房间 属下正给陆霸报告着此次怪物袭击事件 此次也是首次出现怪物把空间拖入阴影层 过级人数高达800多人 单待无考检测的就有30人 说着属下已经把所掌握怪物的资料 发到了陆霸的电脑 此次袭击的怪物是影种 代号犹灵 污染探测等级为一阶上位 而且三只犹灵无论从形态 骨骼或是组织都极为相似 属下还说出来了个重磅信息 犹灵身上的人为痕迹较重 就像是人类异化后的产物 此话一出陆霸忽然变得紧张起来 似乎想到了什么 可一旁的小年轻却不可思议地大声说道 不可能 且不说每个人个体都有差异 异化石瘦的污染和异变方向都会不同 异化成三个极度相似的一种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陆霸没回答 只是慢慢点了跟马赛克 独自走到窗口暗自说道 看来北都的那只大家伙 已经研究出来的些东西 在这同一纬度的不同空间里 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藏匿在暗处的某些家伙是坐不住了呀 正但陆霸还在惆怅时 一肃耀眼的金色光芒在正前方向他射来 陆霸抬手挡住才能勉强睁开眼睛 接着就是一声巨醒 爆炸的余波也迎面袭来 陆霸忽然惊掉了马赛克 因为爆炸的方向正是超凡检测室 陆霸不自觉地加快脚步感完检测室 以沉稳强悍著称的陆霸从未如此慌张 就连共识多年的同事也是第一次见 因为意志力检测最高不过是成光 这金光可从未出现 即便陆霸已经走到了检测室门口 里面耀眼的金光却还未退去 陆霸推开门 只见众人都不可思议地齐齐看着姜游 看见陆霸进来属下立马汇报 有个叫姜游的学生 你看姜游不会是 陆霸朝着属下指的方向望去 只见姜游双眼紧闭 金色光芒正在他手里温暖地洒向四方 打破禁锢获得新生的姜游 也缓缓睁开了眼睛 之后陆霸把姜游单独带到了房间 姜游还在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的左手 一直陆霸给他递去水 他才回过神来 陆霸从心审视了眼前这个玩世不恭的笑 不吝啬地夸道 小游啊小游 你这次真是给了陆叔一个大惊喜 五接还好说 六接也最多是全寻夜思震动 结果你直接整个史无前例的金光 姜游直接要把鼻子撬到了天上 那我岂不是金色传说 比六接还牛叉 陆霸一旁无奈地摇了摇头 还是这得心 于是开玩笑地吓唬他 可能吧 毕竟没有先例具体不好说 要等解剖做实验后才知道结果 吓得姜游差点一口水枪死在原地 陆霸接着打去道 这就把你吓倒了 还金色传说呢 姜游也只能在一旁甘大的擦了擦走 虽然不会拿你做实验 但一会儿还是会有人带你去做资料 你的资料也会送往各大巡夜思研究 而你也会被列入重点观察对象 不过没事有我在 待会儿我会教你怎么应对 你跟着走个流程就行 姜游暗自窃喜道 弟弟们都给我让开 哥要出来装逼了 只因男孩在检测中 迸发出独一无二的金色闪光 就被拉去三思会审 以便于各大巡夜思的后续研究 此次会审还在巡夜思公开直播 大家对眼前的姜游也是议论纷纷 有人认为别看他看上去蛮普通 居然会是万中无一的天才 也有人认为就只是机器故障而已 可也有人跟这些孩子不同 他们正一脸阴森地盯着屏幕 严肃地听着姜游的回答 甚至不愿漏掉姜游所说的每一个字 但他们不知道姜游的每个回答 都是陆爸早就给他准备好的台词 为了看起来真实些 陆爸也会向征信地问几个问题 姜游也在配合着机械事做答 可姜游答着答着就忽然停住 心想我堂堂金色闪光就陪陪你们走流程 陆爸看到姜游的举动也是一惊 他太了解姜游了 这小子肯定又没憋什么好皮 果然 只见这小子嘴角微微上扬露出邪魅一笑 起身问道 陆叔你房间墙壁挂了一幅地图对吧 得到肯定答案后 他直接单脚踩在凳子上 退后 我要开始装逼 课本上的十几座现存地而今仅剩五座 我们的处境或许没有那么轻松 一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 有时候知道真相反而是一种痛苦 陆爸看着眼前手舞足蹈的姜游心想 臭小子搞什么自由发挥啊 你到底想干什么 姜游不但没停下 反而更激情地说道 变大洲青年都摆脱这虚伪的安逆 驱散消沉积极向上走 有一份热发一份光 哪怕只有萤火虫一般的微光 我也要拼尽全力去点亮他 姜游放下了踩在凳子上的那只脚 然后高举双手大声说道 此后如没有聚火 我便是唯一的光 说完后 姜游还以一个极其尴尬的姿势傻站在原地 陆爸满脸尴尬地跟同事解释 不好意思啊两位 姜游这孩子有时就是爱开玩笑 可让陆爸怎么也想不到的是 旁边两位同事居然流出了感动的泪水 想不到这孩子的觉悟这么高 将来一定能成为我们寻夜思最优秀的人才 陆爸犹如晴天霹雳 没想到最后还是自己肤强了呀 场外的考生也是一阵沸腾 难怪他能发出金光 这就是天才的觉悟吗 毫无疑问 他的天赋是前所未有的 确实我们加起来都比不上他 年轻的寻夜人们看了姜游的发言 都好奇地看向了旁边同事 都想知道对方现在是何感想 而姜游却是想着 现在装也装完了 可以放我回家了吧 我还要去按摩放松呢 可曾想陆爸去告诉他 好了今天先到这里 回去等通知吧 姜游不解地说道 不是都问完了吗 还要等什么通知 陆爸严肃地告诉姜游 没错等通知 关于特训营的通知 男孩洗个澡 不小心把影子洗了出来 自自他获得了影子的力量 他为了装插对着众人自询了 此后如没有聚火 我便是唯一的光 虽然点燃了年轻人的热血 同时也给自己挖了个大坑 姜游来到岸面独自坐在高楼上 想着刚刚陆爸跟他说的话 不是叫你低调点吗 这下好了 你在寻夜司可算出了名 姜游也只赶在一旁 边抓头挠腮边说着抱歉 陆爸叹了口气继续唠叨 真不知道怎么跟老李交代 他一直不想让你接触超凡 这下不得把他气死 陆爸看着一脸无辜的姜游 也不好再责怪 你先回去吧 记得3月25日来参加特训营 凡资质达标的 都会集中几个月的特训 特训完才会通过午考进行考核 说吧陆爸就接到紧急电话离开了 连走他还重复交代了特训日期 想到这姜游不自觉地点开了系统面板 寿命20天 姜游不禁冷汗直冒 特训下个月开始 而且还要持续好几个月 看来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呀 想到这里姜游猛然起身 先不管什么光不光的 老子得先活下去啊 忽然周围微弱的异动被姜游捕捉到 是一个正在逃跑的怪物 而且血量也只剩27%了 真是才瞌睡就有人递来枕头了 姜游差点没把嘴裂到耳根 这下可算捡个大漏了 怪物看到这个无视地心引力 在垂直大楼如履平地的男人 吓得魂都差点飞了嘴 可他早已被姜游标记 没等反应 姜游已切换营爪形态 穿过了怪物身体 追猎 斩杀 姜游立马对倒下的怪物发动影视 谁知系统却出来调侃 这是一只重伤的意准 他那样可怜地在仓皇逃命 他只是想活下去有什么错误 很显然他被你无情地斩杀了 他再也无法看到明天生起的太阳 也无法听到威风的轻盈了 你击杀并非属于你的重伤猎物 你不觉得这是一场不光彩的猎杀吗 姜游心想 狗系统就是因为你 我才得不断猎杀才能延续寿命 你现在跟我装刀上了 死一边去 正当姜游开心地吸收着一种石 一个声音传来 为你是哪里冒出来的 我的一种呢 姜游瞬间冷汗直冒 一种 什么一种 姜游看着面前差一点就吞噬完的一种 不知该如何狡辩 虽然男孩现在已是金色闪光 可为了活命 还得化身拼命三郎无限猎杀 不过今天似乎抢了别人的怪物 只见一人骂骂咧咧地走向姜游 眼看姜游一脸疑问毫无歉意的样子 来人抄起棍子就冲向姜游 连拾荒人的东西都抢 真不要脸 姜游不自觉地摆好了防御姿势 但心中却充满了疑问 不应该是巡夜人吗 什么是拾荒者 当来人靠近看清姜游后一惊 立马双脚用力杀住了车 只见对方猥琐地慢慢靠近 然后取下头盔和口罩 凑到姜游脸上就开始上下打量 就当姜游想大喊变态时 他拉着姜游的手兴奋地说道 刺客游 我居然遇到大网红了 我可是你的忠实粉丝 说完就拿出相机跟姜游拍照 但也不忘提醒姜游 对了刚才的猎物 我们按老规矩三期分号 这让姜游更猛逼了 拾荒人 老规矩 这都是些什么呀 黄毛看姜游傻愣在原地 就以为他不想分 于是拿起手机录道 大网红刺客游 居然欺负小小拾荒者 抢夺猎物不认账 姜游怒吼道 等等 什么拾荒者 认什么账 你倒说清楚啊 黄毛却想跑 被姜游用暗影蛛丝勾住 一拉他又再次回到姜游身边 姜游用手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 温柔地说道 要想保住你这吃饭的家伙 你最好说清楚 被姜游这么一抚摸 黄毛瞬间老实交代 他们是巡夜司的边外人员 因为在阴影层捡些低级怪物打打 就自称为拾荒者 注册边外人员只要一接中卫即可 姜游不禁问道 那你们边外人员待遇多少 不多 击杀一只怪物也就六七千左右 一只怪物就六七千还较不多 差点惊掉了姜游的下巴 他回头看着 被他吞噬的只剩一堆枯骨的怪物欲哭无泪 造念啊 我这一下就浪费了七千 这差不多是自己热血卖一个月的稿费 可曾想黄毛还在凡尔赛地说道 就这么点钱你激动啥 我们称自己是荒者 就是因为我们是在阴影层解破烂的 姜游立马把黄毛拉到刚刚被他吞噬的一种钱 看着还能卖吗 很显然这堆枯骨狗看了都摇头 姜游继续追问 那猎杀的一种都卖给谁 寻业司 大学 还有一些获得收购资质的一些公司 他们还会发布收购任务 还会将一种的位置发给你 听到提供一种的位置 姜游立马掏出手机就要和黄毛加好友 他告诉黄毛 回去后就会把刚刚击杀一种的七千给他 这让黄毛有点后几倍发凉 立马笑脸相迎地说道 不用这么多随便给点就行了 姜游不然过来搂住他 那怎么行 你看我像是占小便宜的人吗 此时的黄毛已经被吓得冷汗直冒 这时姜游才一脸见笑地说出目的 另外我还想跟你聊聊合作 黄毛心想你只要不灭我口 不管你说什么我都答应 接下来就是黄毛接任务 给姜游提供怪物的位置 锁定位置后 姜游并可切换暗影形态潜入地下 在怪物毫无防备时 对着怪物弱点发动致命一击 这样不仅大大缩短了寻找怪物的时间 还提高了战斗效率 姜游通过影视 只吞噬了怪物体内的精华 尸体则交给黄毛拿去换钱 换来的钱他在跟黄毛平分 只是黄毛有些好奇 姜游明明可以注册个寻夜司外边单干 却还愿意跟他平分 姜游故作潇洒地说道 我就单纯地想保持点神秘感 姜游内心是 要不是寻夜司盯上我吗 那还有你什么事 不知道原委的黄毛连连夸道 哥你太厉害了 一连击杀四只连气都不喘 那是 要是时间充裕杀的一百只 也不是不可能 虽然牛是这么吹 但姜游明显感觉到 吸收一阶中卫的怪物 便没变强多少 于是他让黄毛明天开始 给他找一阶上卫的怪物 这可把黄毛吓得够强 别看两者只差着一阶 可是上卫的实力 则是碾压着中卫 且极度危险 听到这里姜游露出了微笑 这正如他心意 这波他不仅要惊艳 金钱他也不会放过 男孩见嘻嘻地提出 让女孩打他 女孩也不客气 只见他把力量集中在手上 接触的瞬间 男孩就像灵魂被抽空一样 完全失去了自主意识 可就在刚刚 打完一天怪物的姜游 拖着疲惫的身体刚到家 本想去冰箱找点吃的 差点就被一个声音给吓走 又是这么晚回来 我等你很久了 桌子上给你做了饼干 饿坏了的姜游 拿起饼干就是一顿炫 特别加上眼前的美景 姜游感觉今天的饼干特别好吃 聊天中姜游得知陆霸出任务去 而且今晚都不回来 姜游瞬间邪恶起来 那你今晚可以留在这睡了 得到的回应 真是大大一个词字 陆瑶瑶这么晚等他 是因为他们白天 提前检测好的都拉去休息了 没看到姜游的检测结果 所以他特意来问姜游过了没有 姜游犹豫片刻后 骗陆瑶瑶自己是三件蓝色 因为陆爸交代过金色传说要保密 陆瑶瑶立马凑近问道 那你觉醒能力呢 是什么 姜游大脑迅速运转 结结巴巴的说道 影 影铜巴 你应该听说过 还好 阴影者的分支能力 虽然中庸且能力一般偏辅助性 好在不用到危险的前线 姜游瞬间一股暖意袭来 原来瑶瑶等到现在是关心自己的 那你呢 你的是什么能力 只见陆瑶瑶嘴角微微一样 露出得意的微笑 震魂 魂灵者的分支能力 潜力平定为最上位 虽然前期战斗力稍弱些 但后期肯定比你强的可不是一心半点 姜游瞬间暖意全无 感情不是关心自己 而是为了在自己面前臭闲斑 姜游戳了戳陆瑶瑶的头 那你可得悠着点 别前期就浪霉了 闭上你的乌鸦嘴 火力十足的小拳已经呼在了脸上 果然这套甚是管用 姜游立马无嘴不敢乱说 只是姜游到现在也没搞明白 阴影者和灵魂者都是什么 陆瑶瑶虽然不算太了解 还是尽力和姜游讲解 这些名称都和一种相对应 比如你的阴影者对应的就是阴种 而我的灵魂者对应的就是灵种 猎杀一种汲取污染 是超凡者变强的方式之一 如果猎杀对应的一种 效率会大大提高 而猎杀别的一种则是被公断 姜游立马谄媚地说道 听上去你的阵魂挺厉害 使出来给我看看呗 怎么使 这里又没有一种让我发动能力 为了看一下陆瑶瑶的能力 姜游也是拼了 她直接让陆瑶瑶对着她攻击 陆瑶瑶抬手发动能力 周围的能量开始向她涌来 首次发动能力的她 尝试着把能量集中到手上 然后向着姜游攻去 即便姜游有着金色闪光的强大意志力 可也在瞬间就像抽去灵魂一样 紧接着就被弹到了地上 陆瑶瑶也急忙跑去查看 姜游立马把头拱到陆瑶瑶腿上 快 给我揉揉脑袋 不然就要爆掉了 看到陆瑶瑶如此听话 姜游也过分起来 她指挥道 要手指收拢轻轻的 从前额往后按 自头顶向两边轻轻按压 自知理亏的陆瑶瑶也只能听话照做 不过姜游确实被陆瑶瑶的能力惊到 明明自己已经做好了防御准备 还是中招 完全无计可循 应该是镇魂原本就属于精神攻击 所以光靠肉眼根本无法防御 想到这姜游兴奋地告诉陆瑶瑶 你这么厉害 等到了特训影肯定万众瞩目 只是陆瑶瑶并没这么想 首先是她也并非爱出风头之人 其次是别的聚集地 也会有很多厉害的学生过来 眼看姜游越来越放松 甚至已经在用潜意识做答 陆瑶瑶温柔地问道 看你这么喜欢按摩 小区门口的会所应该消费了不少 姜游脱口而出 没多少 也就那么几万 没等说完 她就发现被套路 可惜为十一万 接着就是陆瑶瑶丹炼技能的时刻 整个小区都回荡着姜游的惨叫声 没法姜游只能把怒气发在怪物上 她特意找了个灵魂者一种 听黄毛介绍这就是一阶上位 使她特意挑了一只弱异点 她并非不相信姜游的能力 只是什么事情得讲究个循序渐进 不然以她的能力姜游嘎了 她肯定也跑不了 姜游犹如流星闪现到怪物头点 什么暗影形态 引找标记追猎猎杀统统发动 距离猛的杂像怪物 怪物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就被狠狠按在地上 定睛一看 她走得很安详 基本没受到一点点痛苦 系统立马提示 追猎成功 你的影丝得到加强延伸了新能力影团 射出的影团炸开后 将向四周射出穿透力极强的多条影丝 一接尚未秒杀 经得黄毛差点眼珠子都掉了出来 她也为怀疑将有感到惭愧 她是目前最强战力之一的战将 她面对无数只高阶怪物时 以电闪雷鸣般高高跃起 在英里子万夫雷电恨好地拿向怪物 随着震动的大地 怪物瞬间化为积粉 路遥遥看着屏幕前的一切震惊道 这就是战将 大洲最强战力之一 路霸过来拍了拍女儿的肩膀说道 在众多超凡者中 魂灵的觉醒概率不高 而且震魂能力又是其中最顶级的 昔日有战将和你觉醒的相似能力 他们早年的修炼视频都在里面 你好好研究但不可外传 因为这些视频是李叔搞来的 他和那几个战将都很熟 自己的级别还弄不到这些 路遥遥更好奇了 李叔把这些资料给姜游不香吗 为什么都给了自己 其实他们都不知道 李叔自己心里面都有着小九九 他压根就不想让姜游成为巡夜人 更别说是培养成优秀的战斗人才 因为李叔清楚地记得 就在大灾变90年时 一个周身环绕白色光环的怪物 腾空悬浮在那里 只要长时间对视 就会陷入深度污染轮为狂热性能 即便怪物都已经是冰死状态 捕获他也付出了两丝主战死 三战将重伤 三百巡夜人伤亡的惨痛代价 结果长期研究发现 他具有不可知识 不可投名状和不可击杀三大特性 所以把他命名为神明 李叔知道在这大灾之年 越是优秀离死亡越近的道路 可他不知道姜游早已自觉了后路 他只有不断猎杀怪物 才能活下去 姜游在后跳躲避时 顺势向怪物发出了影团 可在接触怪物的瞬间 没对他造成伤害反而钻了进去 第一的姜游被冲上来的怪物 一拳狠狠打在脸上 这可把一边拍摄的黄毛吓得够呛 不断地给姜游加油打气 一接上位的怪物就是不一样 仅轻轻一拳就打掉了姜游34%的血量 可怪物却没打算给姜游喘息的机会 他嘶吼着再次发起冲锋 但姜游却没有要抵抗的意思 而是拿出饼干吃了起来 就在姜游咬断饼干的瞬间 怪物也跟着瞬间停住 伴随着一声爆炸 怪物也随之单场领了盒饭并且试快横飞 这可都得益于刚刚射出的影团 如果空中炸开 或粘在对方身上炸开则杀伤力有限 姜游都已经做好发出去后被外人追跑的准备 打完收工剩下的善后工作就交给黄毛 只要有赚钱的机会姜游是一个也不会放 姜游点开控制面板一看 赢点加满了 寿命也延长到了47天 照着速度在训练营开始前应该能存够寿命 为了尽量多存血 姜游不辞辛苦地让黄毛把下一个怪物的位置发给他 殊不知他们在狩猎的同时 有怪物早已把他们当作了猎物 以训雷之势向他们袭来 好在姜游在战斗中早已练就了极高的洞察力 就在怪物袭击的瞬间 姜游一个回手掏拉开了毫无察觉的黄毛 黄毛也顺势躲到姜游身后 不过还是忍不住好奇地伸头看看 只见一只硕大的眼睛出现在两人头顶 身上长满了触手 黄毛一眼就认出 这家伙是眼鬼 二阶灵转 姜游回想起 路遥遥第一次发动技能他都防不住 更何况这还是个二阶 他发动能力那还要好 他立马就正面冲了上去 姜游清楚必须正面硬刚 不能给他发动能力的机会 可他还是低估了二阶的力量 怪物早已集中力量叙事待发 就等着姜游靠近 就在怪物和姜游即将碰撞时 一根金色标枪进入了画面 标枪直击怪物要害 击散怪物能力后直插眼睛 怪物也像泄了气的皮球 倒下后再慢慢缩小 只见一个穿错裤衩的超人 飞下来收回标枪 男人的乱入也间接救了姜游他们 姜游正想问来者何人是 来人却提上标枪飞走了 完全没给姜游开口的机会 只是给姜游留下了张小纸条 姜游好奇地打开后 里面居然是出阳集团培训广告 男人出场时就自断一闭 平时还各种总态不靠 干儿子都认为一拳可以打死他三个 可曾想他乃是大洲最强战力 要不是巡夜司队长亲口告诉他 姜游怎么也不可能 把李叔和战将联系在一起 就在刚刚姜游 被没穿裤衩的超人救了后 还给他留了的字条 姜游才从黄毛口中得知 就他们的超人是出阳集团的雇员 出阳集团则是本地最大的制药公司 若是能成为他们的雇员 这辈子都不用丑了 出阳制作的药剂 有专门提升超能者战力的 就连姚望也是巡夜司委托 他们帮忙开发的 如果想要迅速变强 出阳算是条不错的捷径 姜游好奇地问黄毛 那你要去出阳试试吗 我就算了靠人不如靠自己呢 既然黄毛有自己的想法 姜游也没勉强他 而是独自按字条上的地址找了过来 姜游刚好赶上了出阳的新品发布会 现场早已是人头攒动水泄不通 只见一个面容交好的美女介绍道 新品干露可以有效提高大脑活跃度 从而增强超能力的感应力 听到药效后现场早已沸腾 只有姜游淡定的在想 怎么听上去就是妥妥的智商税吗 为了测试药效 美女还要现场邀请一位幸运观众来体验 只见人群中就属黄毛跳的最高 姜游一听声音就知道是谁 看到黄毛上台后 拿起新药就一饮而尽 姜游心想 我去这就是这伙说的要靠自己吗 只见黄毛喝药后两眼放光 全身都有使不完的劲 美女立马开始趁热打铁 延价8888 今天特会价1888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人群开始一拥而上 生怕自己抢不到 只有姜游悠闲地走了出来 他不由地感慨 这群人是真没救了 个个都想着一步登天 姜游走到了门口的展柜 看着这一件件残缺的展品 再看看墙壁上 巡夜人战斗的照片 姜游不由地小声说道 赵初阳 创建了初阳集团的 居然是个巡夜人 突然一个声音接到 没错 他是最早的一批巡夜人 姜游定睛一看 差点没把他魂都吓了出来 来人正是一直追查 他身份的那个巡夜司队长 不过他似乎没认出姜游 他一旁说道 灾遍纪元50年 一种全面入侵大众 赵初阳孤身深入绝境 带领群众撤离沦陷区 为了掩护群众撤离 他不惜燃烧自己 与怪物殊死一搏 最终坦然尽了自己 最后一丝生命 连尸骨都没留下 好在他的后人 将他创立的初阳集团做大 继续做着贡献 说着队长就转身看向姜游 老实说 你和这位赵初阳先生很像 姜游满是疑问 心想我何德何能 能和这样的人相提并论 看到姜游的疑问 队长解释道 那天你在寻夜司说过 你要成为黑暗中 唯一的光你忘了 姜游满脸干大 心想我就是为了 装逼随便那么一说 你还真信了呀 不过队长接下来的话 就让姜游彻底不淡定 不愧是李战将的干儿子 思想觉悟就是高 姜游不解地问道 李战将哪个李战将 你干爹李寻光啊 怎么你不知道啊 姜游开始回忆起 李叔的一幕幕 不靠谱不算还索 他怎么也跟战将 联系不到一起啊 姜游震惊之于心想 隐藏得够深的呀 这么多年 他一点也没察觉 他立马询问 是不是搞错了 他一直跟我说 他是普通蚊子 他也兼蚊子 不过是实权高层并不普通 姜游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李叔跟他说的 开后门安排学校并非大话 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有这么大背景 队长还悄悄告诉姜游 他就是此次特训营的 教官宋庆安 自己很看好姜游 到时候会好好操练他 说完宋庆安就会挥手走了 只有姜游还傻愣在原地 好好操练 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呢 忽然一个恶魔般的声音 从照片中传来 姜游转过头去 发现周围根本就没有人 他循着声援来到了照片阵 可看上去也没什么异常 就当姜游愣神时 一只怪物却自不及防地 从照片里窜了出来 男孩刚发现眼前的画有古怪 里面的怪物就按耐不住窜了出来 他还想跑 盗嘴的肉姜游岂能放过 他在后面穷追不舍 只是让他想不明白的是 这是只游灵 怎么会在这种地方出现 外面这么多守卫 他到底是怎么混进来的 更诡异的是 他好像对这里的地形很熟悉 他没有到处乱窜 而是顺着安全出口逃跑 此时系统也跳出来提示 低劣的深渊一种 隶属隐和优种 在阴影中能够发挥超强力量 如果被他盯上 请小心你的后背 特别注明 这一种似乎没那么简单 姜游回想起 他第一次击杀的游灵 好像也有这个提示 那说明手册早就发现不对劲了 为了弄清怎么回事 姜游紧跟着怪物 更奇怪的是 这里是出阳集团的地下室 却空空的什么也没有 而姜游却微微地听到有人在说 9号回来了快进去 姜游四处寻找 却什么也没发现 但可以肯定声音的出处就在附近 姜游忽然想到阴影层 难道出阳集团 在地下室的阴影层里有 姜游下意识地开启了影风 作为好奇宝宝的 他不去一探究竟 肯定晚上都睡不好 果然进入阴影层后 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可里面的景象 更是惊得姜游说不出话来 他怎么也不敢相信 眼前一排排的保育罐里 居然都是怪物 数量还如此之多 姜游不敢相信地 瞪圆了眼睛确认 可以肯定出阳集团 在培育一种 而且是各式各样的一种 姜游循着人生走去 发现里面好像有人在对话 吴博士游灵的培育 已经走上阵管 猎食者的培育计划 也趋于成熟 赵总让咱们先着手 血肿的稳定性控制 博士你有什么想法吗 一种终究野性难训 之前商场那三只游灵 已经造成恶劣影响 若是强行拿血肿实验 只怕造成更大损失 可之前用血肉引用血肿 不是起到一定效果了吗 不行 依靠一种的嗜血 本能进行驯化是行不通的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 研究出完全可控的一种 帮助寻验人 而要实现这一点 我们还得从浑种入手 说到这吴博士 就把目光停留在 这个有浑种异化后的游灵上 将又不可思议地 在暗处看着这一切 好奇宝宝潜入地下偷窥 居然发现了个不得了的秘密 有人在制造 现在正在毁灭人类栖息地的怪物 更可怕的是 还培育出了几十米高的 高阶怪物魂种 培育他的吴博士 让一旁年轻的学员 做好九号的记录 吴博士走到保育缸前 用手敲了敲玻璃问道 感觉身体如何 之前给你换上的眼睛还好吗 只见怪物伸出了利肘 也像吴博士一样敲了敲玻璃 然后低头回应他 为此吴博士露出了满意的表情 看来情绪稳定 接下来就是复刻更多的九号 让一种对抗一种 对九号的优异表现 吴博士还让多拿些安魂式给他服用 九号就像听懂了一样露出期待的表情 江游还发现 九号居然能发现暗影形态下的自己 眼前的这只游灵和他以前遇到过的完全不同 看起来不但没有攻击性 还会简单的交流 应该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意识 那他的顺从会不会只是伪装 年轻学员也提出了同样的担心 照这样下去他迟早会脱离掌控 那时要对付他更是难上加难 可吴博士确实不同意见 你说的属于后续发展 那时我们也会有相应的解决办法 学员试探地说道 或许我们可以试试更稳妥的方法 什么更稳妥的方法 比如说 将人和一种的灵魂互换 听到这话吴博士立马呵斥道 胡闹 这是极度挑战人性底线 泯灭良知的事情 我劝你想都不要想 可没等吴博士说完 科员的手就伸进了吴博士腹部 学员抖了抖眼镜说道 一种人类 寻叶斯道歉了博士 研究就到此为止吧 因为我来自火种 完了完了 大批量怪物开始了无差别攻击 热闹非凡的发布会现场 瞬间成了人间炼狱 将由不得不再次化身刺客 由力挽狂澜 就在刚当年轻的学员 趁老教授不注意对他下了毒手 自称为是来自火种的他 把能量集中在了右手 释放的瞬间 就像狂风般席卷了整个实验室 而他的主要目标 则是这些培育怪物的罐子 伴随着罐子的破裂 怪物们也跟着跑了出来 危险警报响彻整个地下室 虽然培育的怪物一直处于保育罐里 可刚接触外界的他们 并没有感到半点不适应 反而激发了他们失血的本性 早已把目光盯向鲜活的人类 走廊中亮起的红灯 似乎已变成死亡的信号 没有一点战斗能力的学员 早已吓得两腿发软 而造成这一切的学员 却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释放完能量的他 就像失去水分的大地开始干裂 然后笔直的向后倒下 血量也瞬间清零 或许他活着的意义只为这一刻 目睹这一切的姜游 也缓缓从地下出来 可他就算烧坏CPU也想不明白 明明已经杀了老师 他为何还要自杀 姜游发现还没死透的老师 在一旁呼唤 姜游过去抱住他 就要给他找救援 却被他阻止了 他瞪大眼睛 用最后一口气跟姜游说了 他是火种四个子 就彻底闭上眼睛 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姜游不敢相信地张大了嘴巴 火种是什么你倒是说清楚吧 姜游顾不得小老头的死活 用力摇晃着他 这说话说一半是真让他淡倒 可身后的动静告诉他 别纠结该战斗了 只见之前听话 且没有攻击性的魂种 早已对他垂涎欲低 姜游只能放下 目前已死透的小老头 他起身跟魂种形成了对峙模式 没有战斗经验的魂种 并不敢率先发起攻击 这倒给姜游时间 同伴轻易被消灭 另外两只也配合着冲向姜游 姜游不当没躲开 而是正面冲上去硬钢 就在接触的瞬间 也是战斗结束之时 姜游仅用一击就斩杀了两只怪物 以现在他的实力 打这些刚培育出来的小白 还不是砍瓜切菜一般 可姜游回头望去 除了满地的尸体 却没见到一只怪物 他突然一惊 不好 这些畜生肯定到现实去了 现实完全没察觉的众人 还在津津乐道听着美女介绍星体 可曾想头顶上的阴影处 怪物已经悄悄跑了出来 美女还在满面笑容地推销着星体 殊不知他马上就会沦为怪物的口粮 众人见状被吓得惊慌失措四处乱跑 只有经验丰富的黄毛对着人群大喊道 是血种 别乱跑他们专门抓落单的 尽量聚到一起 可不管他怎么叫唤 人群就像惊弓之鸟四处乱窜 完全不听他的指挥 而处于人群中央的他不但被孤立 还成了显眼的目标 怪物显然也不会放过这难得的机会 就在怪物靠近黄毛的一瞬间 只见堂王补偿黄雀在后 一个大黑拳头狠狠砸在怪物脸上 姜游如急事雨般出现在战场 救了黄毛一命 黄毛兴奋地就要上去套进 姜游让他别管自己 快速组织救人 但黄毛却告诉他 他们都只知道乱跑根本不听指挥 姜游回头看到人群被怪物冲散后 落单的人正被一个个逐一击破 姜游飞升过去踢飞眼前的怪物 目前只能先救一个是一个 有机会再把他们聚拢 刚好击败怪物的声音正好吸引了人群 姜游知道现在是集中他们的最好时机 他站在怪物身上大声喊道 别乱跑 不想死的都靠过来 留意周围的阴影 不要让怪物有机可乘 看到是最近爆火的刺客友 大家这才相信的听话集中到一起 姜游让大家围成个圈 把女人和小孩保护在里面 其余地观察着四周的阴影 有情况就立马报给他 果然在姜游的指挥下 一楼的怪物没多久就被清理干净 此时楼上的救命声再次引起姜游的注意 他让黄毛带着一楼的人有序撤离 他则起身跳向了二楼 这对可怜的母女马上就要被大火吞噬 此时大门被人一脚踢开 一个模糊的身影赫然出现 母亲误以为是救援赶到 大声呼喊好让来人快速找到自己的位置 可能想看清到来的东西后让她彻底绝望 只见全身红色的怪物笔直且精准地扑向二人 母亲本能地把女儿抱进怀里 绝望和无助充斥着整个房间 就在怪物要吃到母女的最后一刻 却被什么勒住了脖子 来人用力一拉 怪物就像提线木偶一样被拽了回来 姜游再次像急事雨一样 在千军一发时赶到 姜游画掌为刀 在怪物落下时直接插进了她的胸口 当姜游抽出手时 怪物胸口的大洞也预示着她已凉透 可全程没睁眼的母女俩早已放弃希望等死 直至怪物倒下 母亲才睁眼查看 眼含热泪地感谢救命之恩 而定睛一看 只见一个黑不溜秋的家伙 在蹦蹦跳跳灭身上的火 姜游发现他们在看自己 还自信地向他们笑一笑 可这一笑下的小女孩单场大哭固执 妈妈这只怎么比刚才那只更可怕 母亲立马安慰道 乖别怕 她是超能者是来救我们的 只是长得丑了点 姜游也只好尴尬而不是礼貌地笑一笑 现在大火已经吞噬了入口 姜游只好把母女二人抱在怀里 然后用暗影蛛丝从窗口荡下去 在空中时姜游发现救援也已经赶到 姜游也就顺手把母女二人带到那里 看到有子哥的路人纷纷投来崇拜的眼神 小女孩也诚恳地说道 谢谢你怪物先生 姜游清楚现在还不是接受荣誉的时候 二楼应该还有受困人员 她来不及道别 继续用暗影蛛丝挡回了二楼 只是影点的消耗迫使她不得不加快速度 还有就是巡夜人都死哪去 这时间应该早就来支援了呀 就在此支援处 传来一声声爆炸打断了姜游的思绪 她过去查看时让她震惊不已 原来巡夜人都被牵制在这里 难道这次的动乱不是偶然 而是有预谋的行动 男孩首次化身黑寡妇 用蛛丝包裹活人 嘴叼二哈 其实男孩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救人 就在刚刚将游发现 前来救援的巡夜人都被怪物拖住 巡夜人为了尽快解决战斗 也是个个拿出了必杀技 可怪物的攻击热度却是不减反增 就像接受了某种指令不顾一切向前冲 只见队长已将能量移动到身前 瞬间是爆出三股紫色能量攻击 精准的命中向她冲来的三只怪物 这一幕也大大提高了队员的士气 他们也从开始的被动防御转换成主动出击 没一会就把眼前的怪物消灭干净 可没等喘口气 新一轮的怪物又再次攻了拐 他们就像永远打不完一样 整个出洋集团的产业区瞬间沦为战场 嘶吼声和爆炸声不绝于耳 只有能在现实世界和暗面来回穿梭的姜游 不被怪物纠缠 姜游清楚现况远比想象糟糕 现在巡夜人根本腾不出手来帮忙 救人看来只能靠自己了 他必须打开面板重新规划一下技能的使用 老年人腿脚不变的 则有他本体背到安全区 至于年轻的那就用暗影蛛丝裹住 再像拎东西一样拎过来 这样不仅增加了每次救援的数量 还大大减少了使用技能时营点的消耗 巡夜人虽然脱不开身 但也察觉到了来回救人的姜游 他们也不禁好奇怎么哪里都有这刺客 他到底是什么人 等姜游落地时已经开始两腿发抖 还好这已经是最后一个 再不休息他也可能要立即而亡了 此时姜游才知道原来当英雄这么辛苦 还想着就玩人装逼耍帅一番 可曾想现在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赢点也只剩下可怜的13点 不过他还是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看着别人团聚的喜悦 或许这就对他付出最大的回报 此时只见一个老人在人群中着急地寻找着孙女 紧接着 一个个丢失小孩的家长也都纷纷站了出来 而且据他们描述 姜游惊奇地发现所丢的都是六七岁的小孩 姜游起身寻找后发现 大厦的顶部方向发现异常 姜游定睛一看却看到了不可思议的音笔 怪物居然裹挟着小孩正在有序地撤离 难道这才是他们此次袭击的目的 就在姜游要追击时突然电话铃声响起 是陆瑶瑶 他看到出洋大厦袭击的报道 就想问一下姜游是否在那边 得知姜游真的在后 他命令姜游立刻马上一百码的速度回去 姜游开玩笑地告诉他 等你做好饭我就回去了 记得做个番茄鸡蛋汤 不要番茄和鸡蛋 说完就挂了电话朝出洋大厦方向跑去 只留下陆瑶瑶看着手机在想 番茄鸡蛋汤不要番茄和鸡蛋怎么做 因为现实消耗影点太厉害 姜游本想着再去岸面追击的 可曾想被一个大喇叭单场喝止 只见陆瑶拿着喇叭大喊道 前面的超能者请注意 根据超能法案113条规定 非专业能力者未经允许 不得私自在公共场合使用能力 请立刻停止使用能力接受审查 判姜游无动于衷 警卫立即抬起武器对准的姜游 最后一次警告 立即解除能力 否则我们将采取强制措施 姜游立马举手表示服从 心想营救小孩就交给巡业人处理吧 刚好自己此时也是精疲力尽了 可一旁着急找孩子家长的哀求 无不牵动着姜游的心 他咬牙下定决心 然后对着巡业人说道 我要去救人你们跟着我 姜游的举动搞得鹿霸一头雾水 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姜游已经发动暗影蛛丝荡到了半空 我先去你们快点跟上 不知情的警卫纷纷把枪口抬高对准了姜游 还好鹿霸及时过来拉住了他们 鹿霸立即命令警卫小队 你们速度跟上去看看怎么回事 这边怪物带着小孩穿梭在各大楼顶 有计划有目标的朝一个方向赶去 为了不暴露目标 姜游使用暗影形态在隐暗面寻找 经过多方搜索 姜游总算在一个隐秘角落找到了他们 怪物居然在这里有个阴影层的传送门 并且他们再把小孩一个个带了进去 只因南海长得有点黑 就被人用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 可即便面临这样的威胁 他还是选择遵从内心 不顾危险地去营救孩子 通过跟踪姜游发现 怪物把孩子带到了出洋公司试验楼的暗面 而这些只有杀戮本性的血种怪物 居然不是杀而干起了绑票 他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跟有组织纪律一样 先是出洋集团 后来是火种 现在又是生物试验 姜游意识到自己似乎掺火 进了什么不得了的事了 可他并不打算袖手旁观 而是化身为一团黑夜里的影子 前向了关押孩子的地方 虽然孩子们的哭闹声震耳欲容 可怪物们都聚精会神地警戒着外围 姜游抛出一个小石块进行试探 果然怪物对外围发生的响动非常警觉 上前查看发现是小石块后 怪物不自觉地看向了身后的孩子 还没等他想明白 只见身边又有石块飞过 吓了他一大跳 但看到旁边都只是哭闹的孩子后 怪物都开始怀疑上了阿飘 可突然怪物瞪大了双眼 他似乎发现了不对 即便怪物不识数 可这孩子的数量是明显看出少了好几个 其余怪物也在被石块困扰了 因为姜游直接就把石块往他们身上扔 发现孩子数目不对的怪物一回头 果真被他发现了正在偷小孩的姜游 他立马嘎嘎嘎地通知其他怪物 姜游发现自己暴露后并没有惊慌 因为他已做好了两手准备 看到自己被损 怪物们开始不不一切地嘶吼着冲向他 可姜游早已在撤退的路上 只好了一张暗影蛛丝大网 冲过来的怪物都纷纷被网住 因为小孩人数较多 姜游只好带着他们从安全楼梯撤离 他边走边给巡夜司打电话 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 即防火焰直接从姜游胸口炸开 完全没给姜游反应的时间 好在伤害并不大 但也着实下了一大跳 只见攻击他的人在他面前缓缓落下 想不到来的是个人不忍 蛇不蛇 鱼不鱼的物种 他一脸轻蔑地说道 原来是我们的大网红游子哥呀 这强迫的威压让姜游感觉到来者不善 他立马张开双臂挡在了孩子前面 可来者却不紧不慢地抬起手指 嘴里还吐着杏子 然后只见他动了动手指 姜游就静止飞向了一旁的墙壁 紧这一下姜游就直接从墙壁中打飞了出来 难道他使用的是面动力 看来这家伙也是个超凡准 姜游向着对面大楼发动了暗影蛛丝 他顺着荡到了地面 为了不殃及孩子 他得让战场尽量远离他们 可姜游还刚落下 身后的钢筋就静止向他飞了过来 因为速度太快 即便在暗影形态下的他也只能勉强躲开 紧跟着蛇男就落到了钢筋上 不错 跟视频一样 非常殉敏地身手 不过总体实力也就一截 在我面前也就是个不入流的渣渣 你是什么人 难道你是出洋集团的人 男人并没正面回答 而是吐着性子让姜游好好看看他像不像 姜游立马反应过来 那你是火种的人 蛇男立马变得严肃起来 此人没必要知道的那么多 并向姜游发射去了绿色小泡泡 姜游见状立马侧身躲避 可此时另外一颗已经到了身旁 失去重心的姜游只能用手阻挡 然而就在接触的瞬间 绿泡泡却爆炸开来 威力堪比手榴弹 直接把姜游炸飞了数米远 还没等姜游反应过来起身 几颗绿泡泡早已移动到了他的头顶 爆炸的散开 火光瞬间吞没了姜游所处的区域 蛇男吐着性子意犹未尽地说道 真是没趣 还想能多玩会儿呢 没想到就结束了 孩子们也趴在上面目睹了刚刚发生的一切 他们也在着急地轻声呼喊着大哥 无不面露担心之色 烟雾散去蛇男却是满脸震惊 地上除了刚刚爆炸留下的聚空外 并没有姜游的身影 男孩引以为傲的影子铠甲 肯定却被击碎后露出脑袋 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这些懵懂的孩子们 姜游不得不用身体接住蛇男的攻击 虽然眼看姜游已经被刚刚的爆炸吞没 可他在千军一发之际用暗影形态潜入了地下 此时的蛇男完全没察觉地下的姜游 姜游抓住了蛇男分神的间隙 已经跳到了他身后 然后向他抛出暗影蛛丝 即便蛇男察觉向后躲避 但蛇丝还是不偏不倚地抽在他脸上 而且姜游抓住了他身体向后重心不稳的时机 继续在身后偷袭他 姜游为找到击败蛇男的方法露出了自信的威胁 面对姜游的隐私攻击 看得出蛇男都是狼狈躲避 而他发动能量攻击姜游时 姜游则可以用暗影形态潜入地下 蛇男在姜游还没潜入地下的间隙 瞬间一动到他头上对他发动了攻击 可曾想他的能量球却被姜游的暗影蛛丝完全包裹 而且还在慢慢被暗影蛛丝吞噬 看得一旁的蛇男都开始怀疑人生 就在此时一团从风中爆裂开来 无数细小的蛛丝都射向蛇男 即便蛇男有着坚硬的领甲 但也被细小的蛛丝划穿 蛇男也不禁感慨到 潜伏于暗影确实有些棘手 但我有的是方法对付 说吧蛇男就抬手把能量汇聚在胸前 然而他不是抛向身前的姜游 而是反手抛向了身后 身后正是孩子们所在的方向 蛇男就是想用孩子引出姜游 看着袭来的绿球 小女孩歇斯底里的海的大哥 虽然姜游也知道是陷阱 但他还是在绿球要接触到孩子时 用身体挡在了前面 可爆炸过后 姜游也就完全暴露在了半空 蛇男也趁机飞到了他的身后 抓到你了 你这个只会钻地的老鼠 忽然一股灼热的疼痛感从背后传来 蛇男早已把能量聚集在手上 然后按在姜游的后背 就这样用卑劣的手段 给了姜游狠狠一击 姜游的番茄酱也是不受控制地喷了出来 然后就像流星坠落一样 狠狠地砸向地面 此时的姜游就像泄了气的皮球 全身疼痛连起身的困难 蛇男也早已移动到了他的前面 还想逃到暗影里 看来你没机会了 说完暴风雨般的拳破 就落在了姜游身上 姜游仅能抬起双手被动防御 可蛇男的拳头外包裹着一层能量 能让姜游的暗影形态崩坏 体内影点紊乱的 他根本没法使用技能 蛇男一把抓住了姜游的头 此时姜游已经失去了反抗能力 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声音传来 姜游头上的暗影形态 正像玻璃一样碎裂 蛇男一旁蔑视地说道 来吧 让我看看你到底是谁 说吧他用左手狠狠按住姜游的头 把能量全部汇聚在右手 准备给姜游来上最后一击 突然一块巨石不偏不倚地 砸在蛇男头上 是楼上的小孩们 他们正在用微弱的力量 拯救他们的英雄 蛇男气急败坏地怒吼道 臭小鬼 真道我不敢杀你们是吧 说吧就打算把手上的能量球 扔向小孩 姜游趁此机会一把抱住了蛇男的腰 你的对手是我 小朋友都打 真是不要避脸 紧接着姜游就原地发动了影头 他只有把这货拖进阴影子 眼里小孩才能安心战斗 姜游还是很忽略阴影子 使蛇男没防备 身后狠狠地给他还了一下 落地后姜游再顺势一个后停 迅速地跟他拉开了距离 这里才是姜游的主场 身上的伤也开始慢慢恢复 姜游摆好了战斗姿势 而蛇男却不忙着物理攻击开启了嘴炮 死臭虫 以为把我拖到阴影层就可以阻止我了 等我结果了你 那帮小孩我还是会带走的 此话一出却验证了姜游的猜测 果然那些血种是你控制的 但为什么只抓小孩 那自然是因为小孩的魂灵更加纯净 魂种技术你应该听说过吧 回忆瞬间把姜游拉回到了实验室里 他看到的阴霧幕 姜游不由地惊讶 这些丧心病狂的家伙 真的想把人的灵魂和怪物的灵魂互换 就在姜游分神的瞬间 怪物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后 在蛇男的指挥下 他们已经在周围把姜游团团围主 你不是想知道我怎么控制怪物吗 满足你的好奇心 现在我就让他们立刻把你撕成渣渣 随着蛇男的一声印象 怪物们就像发了疯一样不像姜游 可面对此境姜游却露出了喜悦的表情 因为他就等着击杀怪物回血了 俺还遭遇怪物的围攻不但没有害怕 反而露出了抑制不住的兴奋 这不妥妥的送不及吗 那还客气个啥呀 姜游立马在手上开始汇聚暗影蛛丝 将共用四周的怪物发射出去 蛛丝精准的粘附在怪物身上 怪物就像被点了穴道一样 一个个的被钉在原地 姜游大声说道 姜游只用对其发动斩杀 怪物连叫的机会都没有就被轻轻松松倒定 为了能快速吞噬 姜游直接张开大口疯狂的往里吸 影点增加着月儿的声音也阵阵响起 姜游的操作直接把一旁的蛇男惊出了表情抱 我靠他是人吗 居然能吸收一种 姜游为了加快速度 他直接让身体旋转起来 瞬间空中有怪物的地方就出现了一个个旋 怪物就像秋天的落叶般被漩涡吸引 根本没有招架能力 影点增加的提示音不绝于耳 当蛇男发现不对时已经为时已晚 他立马积蓄力量冲向漩涡的方向 然后用尽全力一拳狠狠击打在漩涡上 可曾想不但没击溃漩涡 自己还被强大的力量弹了出去 蛇男现在才知道为什么姜游要把他拖入暗面 而自己培养的血种又妥妥成了姜游的补给站 姜游在吸收这些血种后完全被紫色球体包裹 周围的黑色雷电透着诡异 他居然生 生 生间了 雷电退去后 紫色球体开始吸收着周围的影子 似乎姜游立马就要破茧而出 蛇男见状把腿就跑 妈蛋 算你狠 导子惹不欺妒还不行吗 太诡异了 超凡者都是通过修行升阶的 像他这样靠吞是一种升级的 别说见过了听都没听说过 蛇男忽然像想到什么停下了脚 等等 一种不也是这样升级的吗 难道 想到这蛇男咽了咽口水 冷汗不禁也冒了出来 蛇男还是忍不住好气回头看了一眼 只见紫色球体在慢慢变小 蛇男满脸疑惑地看着眼睛 眼前一幕潜入阴影了 不对 这次是彻彻底底消失了 惶恐不安的他召唤出剩余的怪物 只有把他们挡在了自己的前面 才有些许的安全感 恐惧早已占据了蛇男的理智 只见黑暗脸一道到白色的剑气吸引 挡在蛇男面前的怪物就如清脆的嫩牙 接触剑气的瞬间就被轻轻斩断 整蛇男反应过来 胸口已经开了个40厘米的大口 完全看不到他的攻击 太快了 他究竟是什么怪物 寻常二阶怎么可能有如此强的力量 有趣都贴到他脸上了他都看不到 现在的姜游已经可以潜伏到更深层的阴影中 相当于是另一个立面 接着一道道剑气能看不见的地方袭来 根本无法抵挡 但蛇男明显感觉到斩机控制的力道 并不想立刻要了他的命 蛇男立马反应过来 姜游就像狩猎的猫 而自己就是被拿捏的耗子 怎么完得猫说了算 感觉到羞辱的蛇男对着空气大吼了 踏马的要杀就杀 别默默唧唧的 有种你就出来和我痛痛快快地打一场 行 你既然上赶就送死 那就满足你 当看到姜游时 他已经用刀架在了蛇男的脖子上 就当姜游要结果蛇男时 姜游余光看到一个不明物体正砸向他 姜游只好提刀挡下 是板砖 强尽的力量也让姜游飞出了数米远 小青这点事情都搞不定 老大可是有点等不及可要发火 蛇男看到来人就如抓住了救命稻草 赵勇 你来得正好这家伙太难缠了 他已经快速地移动到蛇男的头顶 谁让你走了 怎么你还想去碰那些孩子 板砖再次击中了刺向蛇男的刀 接着赵勇用身体把姜游撞开 给蛇男留出了足够逃跑的空间 然后赵勇转身攻向姜游 两人形成了对攻之势 可赵勇的用力一拳却扑了个空砸在地上 姜游早已高高跃起 硬拼可不是刺客的强项 姜游开始慢慢潜入黑暗 暗杀才是刺客的专潮 看着姜游再次消失 蛇男抬起手中的戒指 并发出绿色光芒 戒指的作用下 姜游在阴影里被幻化的藤蔓束缚 又想玩消失 这次可没那么容易了 这在蛇男拖出姜游的同时 赵勇也瞅准时机给了他重重一击 蛇男兴奋地大喊 好样的就这样杀了他 可下一秒几道剑气袭来 直接切掉了蛇男戴戒指的手指 顺带着还有他的双脚 蛇男惊讶中带着愤怒与不甘 身体已经早已不受控制的狠狠摔到地上 刚好切掉的戒指滚到了姜游前面 看你没了戒指是否还嚣张 赵勇看了眼已经昏迷的蛇男说道 小子身手不错 应该不是寻夜思的人吧 为何要插手我们的事 废话 你们踏马地拿小孩做人体一种实验 我能不管吗 这么说是个人行为吗 觉得是正义的化身 想做英雄 挨别别别 我不是英雄 我也从未想过当什么英雄 我只是在坚持我认为对的事 就仅此而已 对的事 你确定知道什么是对的事 如果救下这些小孩会导致全人类完蛋 你是否还会认为这是对的事 他们是群懵懂且无辜的小孩 却有人想把他们掳去改造成怪物 甚至还扬言这一切都是为了全人类的未来 姜游怒斥道 你的意思是拐走小孩是为了拯救世界 开什么国际玩笑 你知道人类和一种的战争已经持续了几百年 人类靠着这些微弱的希望 才苟延残喘到了今天 然而人体存在滞骨 一种却是无上限 人类的力量就如萤火之光 根本无力抗衡深渊的黑暗 与其在虚幻的希望中痛苦消亡 不如另谋出路 纯净的灵魂和一种融合 既能了解它更能对抗它 既然黑暗不可战胜 那就主动拥抱它 适应它 将希望埋藏在深处 等待 潜藏 直到成为最后的火种 才能延续全人类的希望 明明已经背道而驰 还装作一副大义领男的样 如果这就是所谓的火种 那就由我来灭了你 果然跟你这种人说 再多也没用 那就让你见识一下火种的力量 说罢赵勇就像完全变了一个人 胸口火焰燃起 全身散发着诡异的力量 画不投机半句多 姜游早以双刀蓄力 做好了斩机架势 可双刀斩下时 赵勇只是抬抬手 就轻松挡住 赵勇不但没受到半点伤害 还抬脚踢向了姜游 即便姜游已经快地出现残影 但也只能算勉强躲开 面对姜游快如闪电的攻击 赵勇似乎硬如铁块 化作三头六臂轻松抵挡 而且他还能腾出手来积蓄力量 赵勇画掌为刀 光球斩向冲来的姜游 斩机划破暗影的黑暗 速度之快 让姜游根本没时间躲闪 接触的瞬间爆炸的轰鸣声响彻暗面 看着赵勇阴沉着表情 脸不红心不挑 似乎还未使出全力 可姜游早已飞出了数米之远 狠狠砸在了角落的墙上 不仅如此 刚刚的斩机让姜游胸口 多了到30厘米的伤口 姜游也不得不承认 这家伙是真的强 而且被他造成的伤口没有愈合 就当姜游疑惑时 赵勇自信地说道 怎么样我的超凡技 严育斩可是我的绝招 超凡技 想不到这家伙还会超凡技 你连我都打不过 更别提深渊了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一味的抵抗是毫无意义的 赵勇再次举起了手刀 一切到此为止 上路吧 是的 该结束了 我承认你很强 那也只是跟蛇男相比而已 标记 被标记的赵勇 直接呆愣在原地 来自深渊的阴影 在慢慢吞噬他 恐惧似乎把他拖进了深渊 暗影下的眼睛凝视得 他喘不过气来 怎么可能 我怎么会在这里 不要 救命 我不想死 看到了吗 崴藏在你内心深处的恐惧 拯救人类不过是借口 对深渊的恐惧 才是你背叛人类的真正理由吧 你们根本不是什么火种 只是一伙自以为是的懦夫吧 江游把双刀举过头顶 慢慢融合 然后幻化出正义的巨剑 就用他来粉碎你们的阴谋 被撕掉伪装的赵勇 咬得牙齿滋滋作响 愤怒已经占据恐惧 他不顾一切怒吼着冲向江游 追猎 刹那间正义的巨剑 已经穿过了他的胸膛 赵勇满脸的愤恨于不甘 不过现在都为时已晚 江游也慢慢褪去 暗影形态露出稚嫩的脸庞 只是个小屁孩啊 难怪他会这么的无所畏惧 曾几何事我也跟你一样 一气风发 但曾经的那份无所畏惧 在深渊的凝视下 早已破碎不堪 而你也一样 终究会被深渊所吞噬 只是我等不到结局的那一天 江游还想问一下 火种的更多信息 可赵勇已经化作了一团火焰 微风轻轻一吹就此消散 女孩第一次流下了 委屈的泪水 因为他心心念念的男孩 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来了 女孩刚看到出阳集团 遭遇一种袭击的报道 他就着急地打电话给男孩 确定他在没在哪里 果不其然江游还真的在 江游为了不让陆瑶瑶担心 还告诉他自己一会 就到让他做好饭等自己 信以为真的陆瑶瑶 还真的做了满满一大桌 而挂完电话的江游 转身就去拯救可怜的孩子 而迟迟不见江游身影的陆瑶瑶 只能边着急等待边看着报道 只见巡业人的战斗已经结束 工作人员在做着伤亡统计 而被江游所救的人们 也在镜头前纷纷感谢 游子哥的救命之恩 小孩被掳走的大人们 在纷纷祈祷 祈祷游子哥能救出孩子 忽然一个高大的身影 带着些弱小的身影慢慢浮现 人群开始沸腾 满是喜悦震惊还有崇拜 因为他们看到游子哥 不仅救出了小孩 而且小孩还毫发无伤活蹦乱跳 可谁也没有注意 此时的江游已经亮亮呛呛 完全是靠意志在支撑 孩子们依依不舍地 跟江游感谢告别后 纷纷投向了家人的怀抱 巡夜人也向江游表达 最崇高的敬礼 只有不知道游子哥 就是江游的陆瑶瑶 还在傻傻地看着手机 等待江游的信息 等江游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 回到家时 已经到了晚上 刚闭门江游就发现 沙发上着急等他的陆瑶瑶 看到江游回来 陆瑶瑶眼中泪花 忍不住流了出来 江游看着满脸委屈的陆瑶瑶 再看看桌上 不知热了多少回的饭菜 他拿出背包里 已经稀碎的鸡蛋 心虚地说道 我特意去超市买了鸡蛋 结果路上出了点状况 回来晚了 看着江游那拙劣的演技 陆瑶瑶更加委屈了 他双手抱住膝盖 把头尽量缩进去 眼泪不听话地玩外流 又骗我 你还当我小孩呢 江游开玩笑地问 怎么 以为我死了 陆瑶瑶愤怒地 跳到地上违心地回到 死了最好 然后委屈的小拳拳 不偏不倚地 打到江游的手心上 陆瑶瑶假把意思地想挣脱 放手 你快放手 可被江游轻轻一拉 陆瑶瑶整个人就都靠了过来 姿势忽然变得暧昧 黄白色的灯光 也变得如此硬 你还没试过吧 试过我们就不是小孩子了 陆瑶瑶害羞地问道 神 什么没试过 我也没试过 要不 我们试试 说吧 江游就向陆瑶瑶靠了上去 吓得陆瑶瑶赶忙拒绝 你要干什么 江游 你清醒点 揍飞了江游 干什么 没没没什么 刚才有些口渴 找点水喝 陆瑶瑶娇羞地捂住了嘴 没好气地问道 口渴 江游立马变得积极了起来 肚子饿了吧 我去把饭菜热一热 说完就慌忙地跑去厨房热菜 江游还没从紧张中缓过来 我居然真的做到了 脑子一热就清了上去 话说女孩子的嘴唇真软 我还以为瑶瑶会杀了我 她居然没有 想到这里江游居然手舞足蹈地跳起路 作为大战一场后的奖励 真是太值了 陆瑶瑶也是好奇地偷看着江游的表现 虽然嘴里说着她就是个白痴 可内心早已荡漾 因为刚刚的事 本应该吵闹的饭桌变得安静 陆瑶瑶斯文地咀嚼着食物 时不时会抬头看一下江游的反应 而江游就是专心干法 也不管什么吃相 只管往嘴里送就好 忽然江游打开了控制面板 她太好奇自己升阶后属性有啥变化 相对个属性都得到了大幅提升 不仅多了前影和影刃形态 还多了个连杀和杀势 寿命也增加到了80天 前影能够自由潜入阴影快速移动 影刃形态 双臂能够变成锋利的大刀 具备强大的杀伤力 连杀连续不断的攻击 带来狂风暴雨般的压迫 攻击将积累杀势 攻击力度也会一次强过一次 但攻击落空或停滞杀势将立刻清零 杀势可以提高斩杀险 阴影者能力强化 能够更加丝滑地进出阴影层 猎杀者能力强化 血条辨识能力更进一步的细滑 提到血条识别 姜由回想着战斗时的情况 红色的应该是敌人 绿色的应该是友军 路人则是微弱的白色 姜由忽然瞪大了双眼 看向了路遥遥 路遥遥先是满脸一问 下一秒下的他赶忙捂住胸口 看什么 警告你 别再打什么奇奇怪怪的主意 姜由不禁张大了嘴巴 怎么还有粉色是什么情况 两个孩子从小一起要犯长大 倒也不是生活所必 就是纯爱好 因为他们一个是混世小魔王 一个更是富家千金官二代 可谁知这千金大小姐 就喜欢跟着这混世小魔王混 作为女儿奴的路遥 从小就仿着白菜背头 长大后看着自己挺挺玉立的女儿 更是随时旁敲侧击 可能想一个不留神 自己含心如苦养大的好白菜 还是被拱了 姜由看着路遥遥散发着的粉色光芒 他露出了得意的表情 难道粉色代表喜欢 想到这里姜由不禁泛起了花痴 看得路遥遥汗毛直立 这家伙又在打什么坏主意 不然窗外的爆炸声和夺目的光光 把他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吸引到了窗外 两人相继来到阳台 是璀璨的烟花 难得这种时候还有人放烟花 或许短暂的美好 可以让人忘记些许困难 姜由和路遥遥也趴在阳台 享受着这短暂的惬意 不知这种美好的闲暇时光 何时还会在意 姜由忽然转头问路遥遥 遥遥你知道火种这个组织吗 虽然路遥遥好奇姜由怎么会知道火种 但对于他这个巡夜人和异种的小百科 还是略知一二 我看过爸爸一些基础内容的资料 其中就有提到过火种 他们和主战派和科研派这些主流不同 他们是一群矛盾古怪的疯子 身躯异化 与异种为伍 是背叛人类的异端组织 他们洗脑能力很强 你可千万别跟他们扯上任何关系 而且抓到一个火种巡夜司奖励50万 50万还只是一个 姜由就如晴天霹雳 他的一百万就这样从指缝中溜走 姜由忽然心如刀脚痛的无法呼吸 怎么了看你好难受的样子 没什么就是有点痛 那除了火种外 还有什么奇怪的组织吗 特别是有赏金的那种 没有了 怎么 你希望有啊 主要是歌琼 还指望着靠这个很赚一笔 路遥遥忽然想到 奇怪的组织确实有 但没有赏金 比如说黎明 一个矛盾的组织 一部分主战 但和我们的主流主战派又有区别 另一部分人则坚定地认为人类必板 一直寻求逃离这片土地的方法 只能逃离这颗星球 寻找新的黎明 太一想天开了吧 难道他们要造宇宙飞船啊 并不一定靠科技 一种居住在深渊 且没有任何科技 但他们可以通过深渊猎习 直接降临到现实 假如能掌握这种方法 黎明派的愿望其实是有可能实现 转眼假期过去 该上班的上班 该上学的上学 只有姜由在苦苦杀怪正寿命 不然没熬过几个月的特训就赶了 虽然生了二阶后 杀怪速度提升了不少 可提供的寿命和银点也是杯水车薪 有时干满一天也就增加三天寿命 但姜由也不得不着手 准备收拾训练营的心 因为隔天就得去报道 为此李叔还是特意在姜由动身前 一晚打了回来 又听说你意志力检测出了金光 还在寻夜思装了一波大的 姜由立马岔开话题 李叔你不是在北都吗 怎么有空回来了 李叔也不好意思说 要分别几个月特意回来看看 就随便找了个借口搪塞过去 李叔为了让姜由不要太骄傲 还告诉他 今年除了你的金色外 还出了个动态云雾 动态云雾 那算什么等级 比我还厉害吗 谁知道呢 所有人对这个都是一头雾水 李叔还在想 他之前仔细看过姜由这小子 他的体内有污染的痕迹 本以为资质检测他肯定通不过 没曾想还整出个超六阶 而且怎么看这小子 也不是超凡的料 是不是检测错了 姜由忽然打断了发呆的李叔 他们说你是战将 是真的吗 李叔一惊 又是哪个小王八独自说出去的 但李叔也并非有意瞒着姜由 他也就大方承认 姜由立马激动起来 你真的是战将 传说中大周最强五人之一 准确说应该是曾经 现在已经四十多了 早就从前线退下来 那时的我跟你一样 一腔热血 作为大周战将 我曾与无数的强敌交手 当时我想法很简单 只要杀光一种 大周就安全了 然而一种无穷无尽 一晃而过便是二十余载 到最后 你离神死于一种感染 我人老了还废了条胳膊 曾经无敌的战将 如今成了半残的废人 而且这次北都 还出现了更强的一种 所以你 停停停 打住 又想劝我别干超凡了对 我绝对不会放弃的 而且我还要像你一样 成为大周的战将 李叔看着姜由又爱又气 他太知道走这条路的艰辛了 也罢 现在上头有人注意到了姜由 他们有意自己也拦不住 于是他拿出了一颗项链给姜由 这个你拿着戴在身上 这是一条来自深渊 可将人拖入黑暗的吊坠 李叔居然送给了侄子 并告诉他这是禁物尼南 戴上后耳边会传来 将人拖入深渊的声音 他能够魔力人的意志力 同时也会放大人的负面情绪 所以佩戴一段时间后 就要隔几天再戴 另外他还可以在 激活超凡能量的同时 释放出污染能量 虽然只能用一次 但能短时间内 大幅提高使用者的战斗力 这些禁物都是污染集合体 使用它都要付出巨大代价 而这没较为特殊 使用的代价 只跟你的意志资质有关 要意志五阶以上才能佩戴 不但如此 这吊坠最特别的一点在于 他任人 听到这里 姜游就迫不及待地带了上去 李叔期待地左看右看 可奇怪的是 姜游一点感觉也没有 李叔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看来你的意志力 可以完全抵御他的影响 这我就放心了 为此姜游也就没太在意 这吊坠沉沉睡去 可半夜吊坠就开始释放污染 而且越放越多 直接把熟睡的姜游 都拉到了半空 姜游就这样被拉进了 另外一个空间 迷糊的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可他睁开眼 却看到不可思议的影响 只见紫色的泡泡里面 若隐若现的包裹的些人 向他飞来 他们撕扯着脖子上的吊坠 痛苦的祈求 让他不要在耳边疑难 泡泡中有着各式各样的人 他们就在姜游身旁旋转嘶吼 也有的释放污染 燃尽生命跟怪物同归于尽 但更多的是痛苦 而即便是如此痛苦 他们都无法反抗 他们真灵的表情不难看出 他们所经历的事情 似乎比死亡更可怕 姜游忽然想到 难道这些都是吊坠的记忆 一个清脆的声音传来 周围的诡异也随着消失 呈现的是一片深蓝 隔天就到了特训的日子 陆瑶瑶因为要去特训营 紧张整晚没睡 车上一路打着瞌睡 而姜游却神采奕 还取笑陆瑶瑶心理素质差 拥有余的记忆的他 已经完全忘记了 昨晚发生的事 只是隐约感觉 好像吊坠跟他说了点什么 反正他也没在意 而是去拍了拍陆瑶瑶的肩膀 你累了就躺我肩膀上休息 不要 休想趁机占我便宜 放心 我发誓绝对不动手动脚 说完姜游就不要脸的撅嘴 倾向了陆瑶瑶 完全没注意前排陆爸那刀人的眼神 瑶瑶 特训营人多 远离那些不正经的人知道吗 陆瑶瑶看着姜游回答道 知道了吧 姜游一惊 不正经的人难道是说我 陆爸继续说道 还有 到了特训营一定要听教官安排 有时第一时间找他 实在找不到就给我打电话 姜游立马站了出来 叔你放心吧 有我再不会有人欺负他 陆爸满脸愁容又不能说出来 就是有你在我才不放心 转眼就到了训练营的地铁站 陆爸还是不放心的在交代 就差直接说你要防着姜游那小子 可还没等陆爸走呢 姜游就自觉地拉上了陆瑶瑶的手 陆爸看着他们离去的身影 怒从心生 要不是爱着自己是长辈 肯定会过去宰了姜游这小子 不遥遥考虑到父亲的感受 一把甩开了姜游的手 你就不怕我爸看见杀了你 怕什么 再见面都半年后了 而且到时候我们上同一所大学 他更看不到咱了 进到站内已经等满了去训练营的学生 踏上地铁的那一刻 姜游露出了激动和期待的眼神